各位好 我是黄君群 欢迎来到Linus核心设计课程 在这里我想要用简单的时间 跟各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课程安排 以及说明Linus核心设计这门课的相关定位 以及进行方式 好 那这门课呢 从2019年的春季第一次开 然后今年是第二次 在我们的教学目标是非常单纯的 我们希望说 借由理解Linus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Linus 远远已经不是一个作业系统核心那么单纯 其实它是我们现在资讯科技的基础建设 那既然你了解基础建设 你当然就会知道 整个资讯科技产业需要什么 那这也是我们安排这些课程 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一直看说什么产学落差 或者说不晓得说 如何学习自用这样的议题 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来解决真正的问题 好 那具体来说呢 我们到底关注什么呢 从这个 2020年1月1号开始 Linus核心的原始程式码已经超越2700万行 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在2018年的1月1日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才2500万 但你可以看到说 这么短的时间 就才这个 一年的时间呢 从2500万又冲到2780万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Linus核心呢 其实还是继续改版 而且Linus核心的程式码 不是总是累积的而已 其实很大比例的程式码 会过一段时间会移除掉 比方说 对于旧的硬体架构啦 或者是说 有些 比方说像是档案系统这个实作呢 如果说 发现很多开发者没有在用的话呢 它会移出在Linus核心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今天讲的2700万 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因为是 我们讲的是 它是有在维护的 那甚至是非常活跃的程式码 那当然这些程式码 在你参与这课之前 应该都很清楚啊 就是这些程式码 其实广泛的运用在 像手机啦 电视 网路通讯设备 甚至包含说 火星探测号 这些都有Linus核心的这个中机 好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件事 除了程式码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 Linus核心的这个贡献者呢 这个数量也是很惊人 就是将近有2万个作者 注意到这个 我们讲的作者是 真正收入在这个Linus核心之内的 那其实 有一部分的 模组呢 它其实不是在Linus核心内建的 它可能是一些相关的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 GWC 然后就是西元的资金环境 那这个东西显然它很重要 那当然 它不是Linus核心的一部分 但是会大量参照Linus核心发展 也就是说Linus核心 可能会有些新的特征 或者是一些安全上的加强的时候呢 像刚才讲的GWC这部分呢 它也会跟着变动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Linus 或者更精准的说法是 叫GNU Linus 就是GNU GNU的什么 GNU的工具 GNU的这些 系统程式 再搭配Linus核心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开发的规模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然后呢 再来是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Commit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Commit 就是有78万 78万个Commit 是讲什么呢 不是说 函数 函数在最右边看到这边函数 那真正的这个 这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讲这个变更 那这个变更量呢 其实是很惊人的 就是说 依据Linus基金会的这个统计呢 说那个每个小时 大约会改版8次 就是有8次的 那个修改的提交 不是8行 现在注意到 不是8行 是可能是一次 可能是加了几百行 几千行 当然也可能会删去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从这些原始程式码 直接学习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从 这些Commit 我们要了解 这些变革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发生 好 然后呢 我们希望呢 透过Linus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其实这是最初我开这门课 最想要选的课题 叫做 透过Linus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不过听起来有点像通试课程 那你也知道 一门课如果开起来 有点像通试课程 可能会开不了 它没有那么 看起来没那么生意 对不对 那会导致一些 同学们选秀上的障碍 那所以呢 我就选于 我就知道改名叫做 Linus恒例设计 那注意到我们讲的设计呢 它的英文不是 不是design 我们讲的是internals 就是讲说Linus核心内部的 运作原理 所以我们讲的不只是说 Linus核心呢 到底怎么用 更多时候我们去想 它背后的原理是怎么用的 以及 反映到资讯科技产业 怎么去发挥Linus 怎么把使用这个Linus 怎么去变更Linus 甚至说 到底究竟是哪些人 在贡献Linus核心 那你发现 Linus核心的贡献其实很有趣 它不是为了理想 注意到我们有两个词 一个叫做Free Software 中文叫做自由软体 一个叫做Open Source Open Source 中文叫什么 叫做开放原始码 注意到一个叫自由软体 一个叫开放原始码 自由软体是为了理想的 就是像当年 Lichard Storman在1985年的 自由软体基金会 它真的就是为了理想 但注意到我们讲Open Source Open Source 不全然是为了理想 其实它理想成本是比较低的 更多的说是一个竞争合作的关系 我们所谓叫竞合 就是这种竞争合作关系 比方说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 你想一个例子 比方说像Google跟Apple 他们在行动通讯领域 是死对头 对吧 这两家公司都有什么 投了大量的资本 大量的相关的生态系统 在什么 在这个移动通讯上 所以手机啊 平板啊 甚至包含说电视啊 这种更大规模的 包含说居家的这些 居家的这种网路环境 基本上这两家公司 都投入大量的资本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这两家公司竟然会合作 而且合作的地方呢 是透过开放原始码 比方说WebKit WebKit是浏览器的引擎 那浏览器的引擎 这两家公司呢 Apple跟Google 注意到他们是死对头 而且这个WebKit 就是用在哪里 用在移动通讯上 可是这两家公司 为什么死对头合作 这当然简单 因为他们都意识到 只要浏览器的引擎越强大 那这两家公司 他们所开发的 应用程式也好啦 他们要发布那些内容 可以怎样 可以只是 只要专注在Web的平台上就行了 所以这两家公司 虽然在移动通讯呢 是死对头 但是呢 他们会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家公司 在WebKit的这个开放 有什么专门合作 它就是进合 就是本质上 他们两家是死对头 但是呢 在OpenSource上 要合作 所以注意到 这绝对跟理想 是没有什么两毛关系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做这个OpenSource会有二度值 错 做自由乱理可能会有二度值 但是做OpenSource呢 注意到 它更多的成分会在 商业 还有是说 工业标准上 那当然 如果你搞懂这些东西呢 还会二度值 那真的是你的问题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Linus 所以Linus 更多时候 我们不会只是讲它 是自由乱体 更多时候我们会讲它 是OpenSource 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什么 产业标准 它对整个生态系的影响 很大的 所以在我们这门课呢 我们希望来探讨 这些大规模应用 大规模应用 各位应该很清楚了 就是说 你现在听到很多词啊 什么 Google啊 Facebook啊 Microsoft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系统 那其实这里面都 不乏有Linus的声音 当然帮他说 超级电脑也是 超级电脑的市场呢 从2017年的11月开始 那它四占率呢 作业系统四占率 就是百分之百 对没有听错啊 就百分之百 全球的这个 前五百大的这个超级电脑 百分之百都跑这个Linus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其实Linus呢 也用在大量的这个 资料分析上 注意到 不要看到大量资料 就讲到什么 这种Big Data 不是 我们讲的这个大量资料呢 不仅是所谓这种 Big Data这种影响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Big Data了 那但是呢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量 是很惊人的 比方说什么资料量 是很惊人的呢 比方说可能最近新闻 你有注意到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蝗虫 对不对 蝗虫的灾害 那蝗虫灾害呢 它是数以什么 数以百 就是不是百个 也不是百万 是百亿 所以你看 那个蝗虫的数量是百亿 就是几百亿 两百亿三百亿 这种规模 然后呢 但是呢 如果你去统计呢 统计说像这个 感测器啦 或者是说像地震的一些资料 那其实这个资料量 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惊人 那你就想看 算看它的那个Sample Rate嘛 每秒 比方说它要Sample Rate 要1K的话 1K的Sample Rate 那你就算看 那 取样一次 可能就是Mega几的 所以 一秒呢 可能就是 就是几百个Mega 几千个Mega 那所以你可以算看这个 这个累积量是多少 或者我们再讲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案例 像那个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的话呢 我们不能只是靠一个视觉 虽然多半的时候你看到一些 一些影片 它会看到说 呃 比方说会有自驾车啦 看到那个行人啊 会加一个框框啦 但是注意到呢 在自驾车的话呢 很可能每秒 每秒那些来自各式各样的感测器 包含说从视觉 而且视觉不是只有一个输入 就是它可能会有 前后面都会有什么 前后面都有镜头 然后呢 还有帮助说光达 然后超音波感测 然后还有一些像 IMU 就是那种 包含说这个 呃 加速归陀螺依 这些所谓的IMU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这个每秒呢 它其实是很惊人 每秒就是几百Megabytes 等级的这个资料量 那所以这里面呢 Linux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 当然不是每个元件都是用Linux 但是就说 像资料分析啦 或是说 呃 做计算路径啦 好 这些东西呢 Linux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参与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 就是 呃 我们会 也是会花很多时间来来想 就是 呃 所谓高的效能 高的效能不能只是看说 呃 演算法 注意到 演算法在整个系统来讲的话 只是算一部分 当然 演算法在学习Compute Science 非常重要 资料结构演算法 这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会去看 比方说 这个硬体架构的影响 比方说像Caching 就是所谓的 快取机体 那或者说机体有不同的阶层 网路的拓谱 我们注意到 网路拓谱不是只是 网路线连接两端 才叫 呃 网路拓谱 也不是说 呃 只是用这个无线网路 就是你 你目前用的这个电脑啦 手机啦 以及这个 SS point 这样之类的通讯 才叫拓谱 其实我们只要讲有连接的 甚至不然 CPU本身 也会有 呃 拓谱 特别欢迎你去查 CPU Topology 那你就会看到 各式各样复杂的这个架构 好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所有我们的讲系统呢 就是一个 整体性思考 不是只看说 特定演算法啦 或者说 只是看说 特定的这个 资料结构类型 那是 那是很基本的 那我记得这个 之前吧 我忘记是哪家出版社 那就是 呃 邀请我去写一本书 就是说 呃 怎么改变世界的 50个演算法 之类的 那 那总觉得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 书名怪怪的 对 这个50到1年 我还可以接受嘛 对 这50个演算法 好 就改变世界的方式很多 那也算会不会改变世界 会 但是他改变了 更多的时候是怎样 是透过这些系统 那 所以应该 我觉得如果说书名改成什么 改变 呃 资讯科技的50种系统设计 那可能会更具体一点 好 那当然我们必须 一定要从小处的左手 那我们这边讲的 小处有多小呢 好 很可能是 C元规格数的一部分 很可能是 Linus核心的 某一段程式嘛 那注意到的 那我们并不鼓励了你 盲目的去阅读程式嘛 好 更多时候我们希望说 大家去有一个掌握 比较宏观的知识 好 我们所谓宏观知识 比方说 我们去思考 persistent 好 就是说 呃 这个字不太好翻译 就是像 呃 你可以把它翻成这个 持续保存 就差不多这个 这种意思 那 persistent这个意思很重大 就是说 你想一件事 就是 假设呢 我现在这个电脑 它关机了 好 那我再重新开机 好 因为某些原因 它断电了 或者说 因为某些时间 反正我就是要接成电 我就把 呃 电脑关闭了 或者把你的手机关闭了 但是我在打开的时候呢 好 资料还是存在的 好 去让你手机 你可以进入消灭 消灭之后起来 好 所以你可以去 好说 它里面那些 状态是保存的 那至于这个状态 如何保存 好 你就要先决资料了 你说 哎 那简单就放在 就放了什么 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 档案储存里面 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 叫档案系统 但是 如果什么东西 都放在档案系统 会不会导致什么 会不会导致效率的问题 会不会导致 储存容量的问题 或是说 因为储存媒介 它可能会错误 好 注意到 你不是把资料 存在档案系统里面 就 相安无事 那这个 这个储存资料 有可能会失败 那如果说你对 像是 手机 手机这样的一个装置人 你有 有一定的认知的话 你可能知道 他们有个东西叫 Fresh Memory 中文叫做 快闪记忆体 那快闪记忆体呢 事实上它会有读写次数的限制 所以它事实上 保存在快闪记忆体内容 是会 错误的 是会消失的 那听起来很可怕 就说 哇 那个放在手机上的内容 竟然会消失 会错误 那我还敢用吗 好 你敢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你不是直接用到这些快闪记忆体 你通常还会有额外的一些机制 去存取到这个部分 那 那 如果对这个快闪记忆体 有兴趣的朋友 应该知道 就是说 这上面会做那种 Level of Vividing 或者是做FTL 那总之就说 在这上面 其实我们更多时候 是需要引导大家去想 像这个刚才讲的 Persistence 那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还去想说 在整个作为系统里面 势必会有一些 所谓的Obsession 就是所谓的 抽象表达的机制 Obsession这个词不好翻 就是 你把它翻成抽象化 是一个常见的翻译 但是抽象化这个词 可能不足以 去表达它的说法 所以我们是想的是 是说 有点像各位以前在 中学的物理 你想 这个世界呢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对吧 就是 每天有不同的风 雨 对不对 还有震动 这都可能会 就是可能会交叉影响 那或者说 你可能听过蝴蝶效应 那可是你看 这么复杂的系统 这么复杂的物理现象 我能不能去分析 当然能 我们就是可以去 比方说聚焦在 系统这个词 所以你看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系统 应该是在中学的 物理课本看到的 就是 整个东西搞得很 就是 考虑的因素很多 但是我把它想着 事情想简单一点 我就把它抽象成 不管那个车子多大 不管人多复杂 对吧 人的肢体做了多少事 反正我就把它想着 直心 所以我就想 质量的中心在哪里 然后呢 我都把这个个体 当作一个钢体 所以你看 在中学的物理 看到的那个 总是都是这个什么 一个方块 或者说一个球 我们把它想做成钢体 它不会因为碰到 然后就变形 然后当然就好奇 那水怎么办 对 好问题 那当然所以 中学物理 通常没办法讨论水 顶多只能在 流体力学稍微讲一下 那当然就是 大学以后的 那个流体力学在探讨 好 但不管这样 我们都有办法去 这样 去把这个东西 世界万物的东西呢 就是抽丝剥剪 然后呢 先提出一个抽象手法 其实作业系统 更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需要 引导大家 从这样的一个 角度去思考 不要贸然去看 这些细节 那更多的时候呢 是希望说呢 我们先去回顾 我们所所具备的 这个电脑科学的基础 当然你需要 软体硬体 还有必要的数学基础 那这边讲的数学呢 是主要是在 机率统计 还有一些离散数学部分 那 我特别感谢 这个人工智慧 就是如果你叫我 评价人工智慧 在台湾的发展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 再也没有人说 数学不重要了 注意到在人工智慧 炒作 你要说炒作也可以 就是在炒作之前呢 这个 其实有时候 数学的东西真的很难教 对不对 学生就讲 这个东西没有用 对不对 但是人工智慧 变得重要科比之后呢 数学变得重要 对不对 所以什么线性怠数 然后那些维基分 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学习数学 更多的时候是怎样 是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 我们有大量时间要做 但是我需要一个 数学手法去解释 那在我们第一周呢 就会有一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呢 其实里面就有什么 就有跟数学相关的议题在里面 那当然我们更多的问题呢 是着重在真实世界的 看到的议题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右边呢 有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很有意思 那这个影片呢 是叫做 Map of Compute Science 顾名思义就是说 它是一个地图 那这个短片呢 大概花了十分钟去探讨 电脑科学的面向 所以他一开始有提到 电脑网络 图形处理 然后还有不然说 像图灵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理论 然后它里面当然 还有讲到什么 NP Complete 这种问题 然后讲到计算机结构 然后讲到那些 Instruction 那些Pipeline 然后讲到排序 之后压缩密码学 我讲的密码学 是现代密码学 那甚至还有讲到 Formable Method 就是你可能听过一个东西 叫形式化验证 然后作为系统排程 一直多核心 CPU、GPU 这些互动 编进去程式语言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十分钟里面 它花了 就是这个影片 其实非常值得一看 等下大家可以来参照一下 那这个影片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讲的东西是 Map of Compute Science 但有趣的地方 这些东西 几乎全部 就这样我列出来这几个 几乎全部对Linux Kernel 都有对应 这讲的是 Linux核心 你会认为说它是跟 作业系统这个资源有相关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讲简单的事情 在Linux上面 可不可以使用GPU 可以啊 Linux上 当然要可以使用GPU 对不对 它是作为系统 那可是问题来 我要能够存取GPU的资源 那Linux需不效于 针对GPU有一个对应的处理呢 要 所以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叫DRM 注意到它不是Digitalize Management 就是它是一个Direct Rendering 这样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这个在DRM里面呢 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我势必要跟GPU去沟通 那我需要配置一段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呢是CPU跟GPU之间呢 都可以怎样交换资料了 所以我比方说我在 透过GPU要能够下达 不管是透过OpenGL啦 或是透过其他的绘图架构 那我要能够传递这些必要的命令 给谁呢 给这个 给 GPU 然后呢再来是GPU呢 做完 GPU的行为是什么呢 GPU呢它是 它会有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 Vertice Shader 像这样的一个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shader 会是这样的一个绘图的操作 它势必会有一些回传 它可能会回传一个状态 回传一个特定的一个行为 那我势必呢 不只是要有一个缓冲区而已 我势必要能够怎样 那持续的让CPU跟GPU之间互动 所以我势必要准备一些 更多的基础建设 那这些基础建设呢 就是说呢 我要能够让上面的这个 绘图程式 或者说让上面的这个 不同的应用程式之间 可以建立观点 比方说 刚才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pop art的视窗 看到pop art的视窗 我就突然紧张 刚才忘记关了 就是这个 那你想要 假设 此时此刻 你我在打定动 所以打定动的话 我们可能用GPU再加速 对不对 可是呢 刚才弹出来那个视窗 他也没有用到GPU 很可能没有用到 再讲实际上 你看 假设此时此刻 你我正在打电脑游戏 那电脑游戏 背后用到open geo去加速 这个假设合理吧 对 好 所以呢 不管他这种东西怎么开发 所以你的程式 去驱动了这个GPU 所以刚才讲过 中间有一个缓冲区 可是呢 那我还是要能够让不是透过open geo加速的 不是透过这些GPU去存取的这个资源 像是刚才谈出来的视窗 能够叠在我现在游戏之上 好 这个是很必要的需求嘛 因为你有很多层次需要通知的 对吧 可是问题啊 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件事 好 一样在刚才讲到的这个DRM 也花了很大力期去处理 甚至这个东西呢 后来有很多改版啊 你可能有听过叫TTM 那之后我们再讲这个 我们会有部分在讲这个2D的 2D oscillation 还有这个3D的这个infrastructure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重点呢 我们在这本课呢 其实是希望让各位了解 只能事前复杂度 那当然电脑网路更不用讲 Linux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巨大的扩展 很大别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网路 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先进的实验 先进已经都其实先在Linux上运作 然后呢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在线性怠速 不是线性怠速 像是离散数学 你可能会 其实离散数学啊 或是在有些资讯功能系有开 叫做计算机理论 那你在离散数学呢 在还有计算机理论 可能会学过一些比较 看起来比较无聊的东西啊 像这个tuning machine啊 然后会有什么DFA、NFA 那些包括这个State machine 这些状态机啊 然后到这个automata 然后有一时的地方是什么 你可以把你熟悉的词 放在Linux核心去搜寻 那你发现刚刚讲的无聊东西啊 什么DFA、NFA 对听起来真的很无聊东西 在Linux核心就有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叫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中文叫做正规表示式 正规表示式这个东西呢 在Linux核心是内建的 对你没听错 Linux核心内建 Regular expression的引擎 所以Regular expression 它里面就用到刚刚讲的 NFA、DFA 如果你修过编译器啊 修过计算机理论 你会觉得头痛的东西 对不起 在Linux核心也有 那当然你要去讲 为什么Linux核心内建这个 那你说什么资料压缩啦 密码器也更不用讲 Linux核心也是内建的 Linux核心内建的甚至好几套 资料压缩器 里面也整合了好几套密码 加密器解密器 那也没有包含软体的实作 也有硬体的实作 那这几年呢 Linux也开始用到这个 形式化验证的手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这部短片 10分钟的短片 它带你看了什么东西 当然他们不会讲这些细节 但是呢 这上面提到的这些子系统 子学科 基本上都可以反映到Linux核心上 所以我们今天 学习Linux核心的话 你会发现 这也是 学习Linux核心真的很困难的地方 因为它不是只是很深入而已 它还很广泛 那你说 那这样子我们还可以学嘛 还是可以啦 因为 事实上 人类有文明以来 就是人类为什么 除了有 有说话 还有文字 那除了说话以外呢 说话是其实 除了人类以外很多动物都有 那文字就比较困难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动物会有文字 但是有文字呢 然后 然后 这整个都把文化人 就提高更高的层次 那其实Linux核心是一样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Open Source 它是一个禁合 就是说 开放原始码创造一个 竞争又合作关系 所以势必呢 它让很多 很多基础建设 变得更广了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系统团体 绝对不是只是讲作为系统 你可以把编译器 虚拟机器 甚至资料库 图形引擎 就是 不是游戏引擎 就是我讲的就是说 CPU跟GPU互动部分 这些图形引擎 视窗系统 这些很基础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 慢慢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公共财的形式 比方说我们看的这个 像我手上有一支Android手机 那Android手机呢 80%的程式版 不精确来讲 大概80%的程式版 是什么 就只有公共财的形式存在 Android的Open Source Project AOSP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Android里面呢 的确有些地方 是没有Source Code的 的确有地方 它是Google的资产 或者特定的一个什么 特定的一个 受到保护的部分 但是80%的东西 像是资料库啦 像是Android的这个 开发框架啦 Android的那些开发工具 你可以看到 它是用什么 开放原始码的形式存在 那注意到Google做这件事 绝对不是为了公益 所以注意到 千万不要看到Open Source 就觉得它是很热血 不是 Open Source很商业 欢迎来21世纪 对 那当然你如果在台湾 参加一些研讨会 什么Cost Club 之类的 你会觉得 这Open Source好有热情 的确它是有热情的成分在 但是请你看看这个事件 其实 我们不是看到商业叫反对 但是请你 就是说 不要只把当作 一群热血人 在投入开发 不只是这样 那其实 以Linus基金会的统计 大约90%的开发者 90%Linus的贡献者 是来自 产业 也就是说 他是每天 是老板是付钱给他的 所以这些公司 包括IBM ReHair Intel Google Microsoft 这些公司 付钱给他的工程师去参与 Linus核心的开发 那当然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 我们周围来探讨 所以我希望带大家去思考 其实Linus 是了解这个世界 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你在这之前 必须要做相关的准备 至于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是要去思考一些细节 那这边我们来讲到两个词 一个叫Concurrency 一个叫做Priorization 英文翻译完全不同 对吧 Concurrency Priorization 中文翻译比较困难 困难一点 先来讲Priorization 一般来说翻译叫做平行 那Concurrency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并行 注意到 在1980年代 那个时候的书 其实在1970年代末期就有了 就是在台湾的科技重书 基本上用这个用词 所以我是尊重台湾的科技前辈 所以我用这个词 那在对岸的翻译叫什么 叫并发 对不对 你们绝对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Concurrency把它翻成并发 对不对 想到武汉肺炎 觉得毛毛的对不对 这没文化才乱翻 所以注意到Concurrency 应该把它翻成并行 并行不备的并行 对不对 又直觉又清楚 好 那平行跟并行 中文听起来很像 但是其实呢 这两者的意义是差异很大 那我们之后也会来探讨 好 那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假设 假设你今天这个硬体规模 可以增加 就是说 就是假设呢 一开始呢 你的服务 你假设是一个资料库的服务 或是一个订票系统的服务 所以你一开始呢 假设你一开始投入是一个单位的 就比方说想像是一台电脑 好 那你发现什么呢 你的订票网站 你的资料库 那个使用者变多 或者你经营一个线上网站 那很棒 线上学习平台 像这个 对 顺便一提 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跟一个北京清华的学生在 在聊天 那我们聊一聊呢 就聊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北京市大家应该知道吧 北京市此时此刻呢 是在管制的 所以呢 清华大学的学生 现在是不能回学校的 那更酷的地方是 有些老师 他的老家可能是在湖北 都不要怀疑 就是过年回老家了 那所以呢 老师们 有很多老师们也被隔离 那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学校的那些伺服器啊 很多那个环境啊 都是属于这个 就是学校里面 就简单说没什么人了 那会有基本的行政人员 但是 不然学生啊老师啊 基本上有很多都不在了 不在学校里面 所以呢 这个过程中呢 变得有趣的地方是 不然就是这个 学校老师呢 也是用什么 用直播 就是此时此刻 我们这种直播的方式来授课 然后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知道就是说 可能在北京可以保证 一定的网路品质 但是到了像湖北 或者到了其他的地方 可能就比较困难 所以呢 导致什么呢 导致说 学生呢 其实 要参与课程的时候 只能用线上 但是这个老师那一端的网路环境 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悲剧 那学生那位 网路环境他在老家里面 也可能是一个悲剧 所以呢 真的 这就是很大问题 就是说 今天就算有网路 你也不见得可以透过网路来学习嘛 先不讲就是什么 学习的纪律啊 学习的效果 你光是把这个声音影像 还有这相关的这个 教材 要能够透过网路去散布 他就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 为什么平常都没有这感觉 你平常去存取这个服务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说 这个线上有多少人 你往往就不用想这件事 对吧 为什么 这其实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Scapital 你们看到这个 Scapital它的定义很多 我们这边只是讲一个简单的定义 它就说呢 当你这个服务的规模 扩展的时候 那我 就是简单说 越多人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越多需求进来 我是不是能够服务 但是过程中 不会降低服务的品质 好 那你看哦 画面用这个 绿色的线 跟红色的线 你有没有发现 绿色的线跟红色的线 它的解读意义是什么 你就想想 横走 是什么 你可以投入的资源 所以你看红色的线就是说 我不管投入更多的资源 它的吞吐量 吞吐量在重走 throughput 是吞吐量 那也就是说呢 我投入越多的运体资源 我的吞吐量就是差不多 甚至更糟的地方是什么 有可能还会降低 你可以看到这个4以后 就是这个4个 4个这个 单位投入之后呢 它可能变差 可是绿色线好玩 绿色线是说 你投入更多资源 它表现就更好 它的吞吐量就比较大 那你想 如果你做一个投资人 你看到公司的财报 你投入更多资本 然后它反应会更好的时候 你要投哪一家 这个 这个已经不是说 这个题目好不好的问题 这个 这个什么 前几天在 在那个Facebook看到说什么 什么 靠北新创啊什么的 就讲说 某某公司 某某公司 这个是奇迹啊 为什么这个一直都能投资 其实想想不难懂 就是它的本业呢 做什么其实还好 就是 这可能不是投资人真的看的事情 投资人看就是这个财报 就是说 如果呢它连续三年 都有 都有每年都是三倍的成长 其实这很可怕 某一家新创公司 其实有做到这件事 就是 它可能整体来讲没有赚到钱 但是呢 它每年都成长三倍 这个很可怕 就像画面中这个样子 每年都成长三倍 那我是不是要投入更多资本 是有更大的效益 如果它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scapability 要不要投 投啊 那 反观说如果你的 你的那个整个财报 或是你的预测 就像红色这条线 那可能现在 投入更多资本没有用 那 这个问题跟link list有没有关 有 事实上呢 同样是link list 能不能做到绿色的曲线 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去思考 你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呢 是红色那条线 也就是说呢 我的硬体的规模扩展 硬体的这个 投入的资本 更多的时候呢 你其实你整体团队量是固定的 那所以注意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以前我们讲这个scapability呢 在20年前呢 它可能是一个高大上的题目 其实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面对那种scapability的问题 因为 其实更 在20年前很多时候 一台电脑可能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那或者说 我一台电脑不够的话怎么办呢 买一台更好的电脑 去跟IBM啊 跟HP买更好的电脑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 一台电脑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被限制了 所以更多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台电脑 可是问题来 如果你的系统设计 就像红色这条线 我投入更多资本 其实没有用啊 你表现就是差不多的 那反过来说呢 我今天 我们要的当然是绿色这条线 就是 也就是它有更好的scapability 可是问题来 这个 这件事怎么达到 所以你要花很多心思去想 看看这些问题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Linus核心 就是为了这样的问题存在 当然 Linus也解决 但是Linus花更多时间呢 去解决concurrency的问题 但是先讲个结论就是 呃 如果 pire reason平行是这样的话 那concurrency就是它的一个super set 就是说 其实pire reason是一个 然后 那个concurrency呢 是围绕它更大的一个层面 好 然后我们前面讲过的 要从小处开始 我们在想 什么叫小处呢 来看这个东西啊 就是 当我呢 这叫summation summation就是加总 对 就是把这些结果加起来 好 然后呢 你看这个东西看起来很boring 对不对 就是我这样1加2加3 一直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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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说啊这个简单啊 高师小时候就玩过 对不对 高师小时候玩过什么呢 高师小时候 老师呢就出题 出了说1加2加3 s加4 加到100 那老师就说啊 你们慢慢加 他去打毛线啊 可能去做别的事啊 可是呢 高师听到这问题没多久 回答就说 老师1加2加3 一直加100 我知道结果是5050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想 1加100 等于多少 101 2加99 等于多少 101 3加98 等于多少 101 所以呢看到规则了 我只要一直找出101 有几个 那当然就是 你都知道嘛 这个东西是什么 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2 那所谓的那种T型公式 好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刚才那个T型公式呢 可不可以套用到 当然可以套用啦 所以你很快就算出 聪明如你呢 就可以算出5000 5000 好 可是很不幸的啊 这段程式码执行的时候呢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段程式码执行的时候呢 不是得到这个结果 你可以自己把这段程式码 复制贴上来跑跑看 好 直接讲结论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float 好 那 如果你把这个float改成INT就对了 那你说 为什么需要float 因为很简单啊 如果说你今天 呃 你今天这个计算 它可能设计到浮点音算 所以你看浮点音算 加一加 加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竟然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错误 那这不是很危险嘛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如果你把这个程式码 从刚才改成这个版本 注意到 从刚才很直觉的回圈 for回圈 改成这个版本 那你会发现说呢 它就可以算出 5000 5000 这个数字 而且呢 我从来不用牺牲我的float 注意到就是说 很多时候 尤其是台湾风格的工程师 我不说台湾工程师 也好 台湾风格的工程师 台湾风格的工程师 很多元嘛 好 台湾风格的工程师呢 很多时候呢 遇到说 比方说这个例子 执行的时候得到不同的结果 通常台湾风格的工程师 就是把float 改成什么 double 看有没有出事 那可是 何问题呢 好 如果你一开始遇到 运算结果不如预期 你把float改成double 那下一个问题又会变成说 那请问加到什么时候 加多少数字的时候 会导致不精准 会导致 误差 然后 通常台湾风格的工程师 会告诉你 我下班了 搬来就跟你说 你跟我都有小孩子要养啊 对不对 不要计较那么多 先交差再说 那问题呢 这个其实只是把什么 把问题留给后人 或是把问题留给 呃 运气不好的人 对吧 那以工程来讲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 刚才误差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做修正 那你可以从程式的注解 可以看得到 那之后我们也会去探讨这件事 那这个东西跟Linus Kernel有没有关系 有 事实上Linus Kernel有类似 有很多类似的层次 当然不是直接这样写 就是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必须 比方说我可能是采用浮点数 或是一个定制的一个数值系统 那它可能会有些很容易遇到一个上界 但是呢我又不能随便去扩充 再讲一次哦 你看哦 一开始很多台湾风格的工程师 看到Float出出的把它等double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准 不允许 或是 无法去扩充儲存空间 因为毕竟 从Float变double 就是两倍 或是更大空间的占用 所以很多时候呢是不允许的 你说什么时候会遇到这种事 比方说网路传输 网路传输 我们一开始就界定 比方说我界定就是 每个单位就是4个byte 那这已经是通讯协定了 所以你没办法改啊 因为你已经公告了 你已经公告这样一个通讯协定 这两端都要同意才行 所以你冒人把4个byte改成8个byte 这是不允许的 再来是一个是什么 像 网路频宽的考量 网路频宽可能比方说CPU跟GPU CPU跟GPU之间通讯 一样如果是界定的说 每次传输就4个byte 那你贸然从fraught改成double 那你是不是需要两倍的空间 所以原本呢 我一次是4个byte 那所以我每秒呢 我的thruple可能是这个数字 就可能是这么大 但是呢 我现在每次传输资料呢 就变成说 每一笔资料原本是4个byte 就可以表示 我现在用到什么 要用8个byte才能表示 所以你的thruple其实是怎样 瞬间则办 这当然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讲 如何兼顾 空间的使用效率 然后呢怎么 然后要保持一定的精准度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这也是我们在linux kernel 特别去学习的 因为linux kernel 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资源 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再来看你右上角 右上角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QQ阅读 就是对岸的这个腾讯 那他出了很多软体 那其中有个东西叫QQ阅读 那我还蛮喜欢QQ阅读这个软体的 但是呢 这个软体呢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先讲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更多了解这个中国 这个 就是有时候你是需要了解的 好那所以我也买了很多书 就是在这个QQ阅读上 那你们看右上角呢 怎么看怎么奇怪 你们看到历史上十次货币战争 我不是帮这本书打广告了 但是你们看到它的进度条 你看到 底下呢叫从零开始读懂金融学 那我的进度条是百分之2.3 就是很慢 但是上面怎么变成not a number 注意到这是什么公司的 这是腾讯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bug其实存在了一阵子 我忘记什么时候才消除 反正它存在很长一阵子 可能就是半年或是之类的 那你想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所以你可以去考一件事呢 就是像服务点数这样的运算 其实很容易会踩到这种地雷 对不对 就是精准度不够啦 或是甚至操作不当 变成not a number not a number是什么呢 比方说像我们讲0除以0 对不对 它等于多少 你在中学的时候呢 老师通常告诉你说 这个叫没有定义 但是以工程来讲 我不能把答案推给没有定义 对不对 就像你在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高中的时候怎样 像高中的时候 我读台中一中 然后就很困扰 就是好几次考试都这样 就是题目就很难 听错就是在吓我们这些学生 就怕我们太拽 然后呢 但是呢 反正每次考试 几乎都会出现那种 五解 反正你就是不知道 要写什么就写五解 所以我后来呢 有点生气 我就后来就写五解 然后没想到酷的地方是什么 五解还是可以拿到分数 对不对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题目就是刁难你啊 然后最后就写五解就对了 那这样的东西呢 不管是未定义或者五解 在工程上我们都不行 就是我们工程上 一定要有套初以的机制 所以呢你可以知道 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I3754 那就很明确去定义这个符点数 所以我今天学符点数呢 不是学说 呃这个正负号用几个bit 然后那个什么 呃 什么mentisa是多少 exponential是多少 不是 其实更多是我们要去知道 在不同的儲存空间 不同的主态下 它的精准度是什么 那以及说呢 我能不能针对特定的情况下 比方向右下角 有个东西叫bfloat 16 bfloat16 是什么东西呢 这很有趣啊 就是说在google里面 有个东西叫tpu 就是它的tensorflow专用的处理器 那当然你就知道 它是在做什么 人工智慧相关的 那它就有个这样的问题 你看哦 假设我今天有个特别的问题 叫tp1 那tpu呢可以加速特定的运算 可是呢这个资料从哪里来 资料呢是从cpu来 那你看人工智慧的运算 很多时候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符点数 那如果我需要传递一个符点数 他每次都需要8个byte 是不是很大的空间开销 对不对 那我原本把8个byte 缩减成16个byte 讲错 这个8个byte缩减成什么 2个byte 也就是16个bit 8个byte又14个bit 然后呢 2个byte 16个bit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每一笔的空间开销 原本是8个byte 我缩减成什么 成那个2个byte 那我的throughput 就可以提升4倍 哇听起来是很酷的事情 对不对 演算什么都不用改 就可以提升了 哇听起来很惊人 那你的精准度 就大幅的缩减了 所以我如何兼顾精准度 又要去提升整体的throughput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tpu就发展了一个 就是google在过程中 发展一个东西 叫bflow16 那bflow16 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在这个编绿器 主流编绿器 像GCC 其实已经有资源了 所以像那个 你在这个连结点开来之后 可以看到说 帮助说on的这个新的架构 其实就是原生去支援 这个bflow16 这样的一个 一个表示方式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隐隐约发现 哇Linus跟这个东西有没有关 废话当然有关 在Linus是一个什么 基础建设 所以呢 我们去学习Linus的时候呢 更多的时候不是想说 这个作业系统 它怎么排成 这个作业系统 它怎么用这个系统架 或者这个作业系统上 有哪些 档案系统 你不该只想这些事 当然那些议题都很重要 但是呢 更多的时候去想 它作为一个资讯科技的基础基石 那我们是不是 要对这个世界 有更多的认知 然后呢 再对应过来 然后去挑个主题去专心的 比方说你对 档案系统要去专心的 你对这个 比方说GPU 数值的处理啊 或是他GPU的 Latency 这种东西 你是去专心的 当然 在这之前 你都需要一个什么 好的 本质 好 然后呢 你也不用急着去Google 搜寻刚刚的那些东西啦 什么B416 这种东西啦 其实你想一个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像这段词字码 这段词字码能够编译可以执行 对不对 你说一定有诈 你说这东西是什么呢 一定可以编译一定执行 为什么 因为通常 通常老师出题的时候 就是出乎跟你直觉相反的 那问题呢 你就算可以回答 但是它是怎么回事呢 那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你只要查询西语言的规格 西九九的规格 就可以告诉你 告诉你相关的解释 好 那反过来去思考 就说呢 你想啊那些大安文好写作 他都会查字典 那普通的开发者 难道不需要查语言规格书吗 那当然会说 这个东西 我又不是做编辑 我真的不需要懂 是吗 很大问题 如果你想一件事 如果你今天写作的时候 你写任何个字都需要查字典 或者说你写这个写了文章之后 你发现什么 你的成语用错了 或是音啊不对啊 on啊跟n啊 或是什么的 反正就像这种用字呢 就一堆错误 那你是不是发现说 你写字就很没效率 你要花更多时间在干嘛 在除错 花更多时间在 在重新什么 重新表达 那其实这是更没效率的事情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对这些词汇的掌握度高 或者你对它相关的规格 规格清楚的话 虽然你打字可能不快 或者说你写程式呢 可能比较慢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这OK 但是因为你在撰写的当下 或者说你在追踪别人的程式当下 因为你很清楚 这个具体的行为 所以你不需要大量的 事物 就是尝试错误 这是所谓的事物 那你不需要事物 对不对 你可以很轻松的喝着这个玫瑰事物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在 在这个优雅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优雅的活着 为什么不做呢 然后接着是什么 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 我们如果去看西远规格书 以西九九来讲的话 你去找这个规格书 你会发现很好玩 就是规格书里面去找object 你会发现700多个地方 去找你最害怕的东西 叫pointer 它其实只有600多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你可能会拘泥在什么 拘泥在这个尺位表生 你会觉得写程式 很容易遇到这个记忆体的问题 你就把这个错误都推给pointer pointer 不可能毕竟它只是一个工具 更多的时候 你要了解这个什么 object 你说object有什么好了解的 这个 了解东西可多了 比方说生命周期 对不对 物件就是有生命周期 就像你我一样 对不对 我们什么时候出生 然后什么时候回归主的 主 回到主的那边 就是离开这个人世 这个毕竟就是一个生命周期 对不对 好那其实这个西语言也好 或者其他程式语言也好 很多都有这种观念 就是它会有生命周期 所以比方说我在某个时间点配置了记忆体 那我在什么时间点呢 应该要释放 或是说这个 某个时间点的这个物件 它已经释放记忆体了 但是我还是透过指标 去尝试去存取那一段记忆体 那当然会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 注意到 它是一个很基础 基础的素材 但是在学习内容是非常重要 就像刚才讲的 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就尝试错误 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呢 阅读程式码当下 一定要立刻跑一个程式 才知道说这段程式码是对的错的 或是你在撰写修改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要一直尝试啊 然后输入不同的 有不同的输入才搞清楚说 这个 I等于100的时候会运作啊 I等101的时候可不可以运作啊 类似这种问题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 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 做这样的一个犹豫的时候呢 你往往是这样 是没办法有效的学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你看我们这个 等一下会看到那个 我们的预计的课程进度 你会发现我们前半段 几乎在学习语言 会是学几堂基础的东西 这当然简单 因为我们没办法冒然 直接学习 Inest kernel 好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呃 我们还会带着大家看 像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第二周的进度 第二周呢 我们会来探讨这个 B-wise的操作 B-wise的操作就是 你懂吗 就是像这种东西啦 就是这种 B-wise的end 然后B-wise over 然后还有这个左移右移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你想喔 这都成什么啊 大家看就是很奇怪 这搞屁啊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程式嘛 好来看一下 Linus kernel有 Linus kernel你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 Ether CRC Ether就是什么 Ether name 所以这个是跟以太网路有关的 而且隐约从它的注解 你发现什么 这个东西是checks 好 那直接跟你讲结论好了 你在Linus核心看到的这段程式码 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会 你会看到很像的程式码 它在做什么事呢 它在做位元的反转 也就是说 你一开始的位元如果是 1 0 0 10 好那我就反过来 01 001 就是我逐每个位元去反转 那这个东西呢 在以太网路使用得到的 好 那问题来 我想要把每个位元反转的时候 我要写什么样的程式码 就是写这段程式码 你说 哇这个东西好讨厌喔 有没有硬体的版本 有没有硬体加速器 有 但是硬体加速器 不是输入一行就会解决的 不是一道指定就可以解决 它可能需要好几道指定的组合 所以再说一次 你贸然去看Linus核心 你可能就看到这段程式码 然后你抽到就是什么 你就记住注解了 你就记住答案了 但是 实作你就怎样 当初没看到 四多五度 或者你看了注解 然后就发现 看了这个注解跟程式 你就发现什么 哇这东西什么鬼 然后就想了半天这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课程的做法是怎样 我们就是带着大家去把这种 不直觉的部分 或是我们就先带着大家先学 复习 复习基础 然后再去看这种很不直觉的部分 然后一旦你做过这个训练之后 你再回去看Linus核心 你就瞬间怎么样 眼光就是这个 就是突然那个灵感乍现 看到这段程式码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甚至你还可以有机会指出 Linus核心某一段程式码 是有缺陷的 是没做完的 注意到程式码的存在 绝对不是让你背诵的 很多人学习Linus核心某 就是花很多时间 哇每一行都去看 然后那个 好吧 我承认我就是这样 20年前我就是这样学的 就是我每一行去看 但是你要知道 20年前我学Linus核心某的时候 那时候程式码才多少行 那时候程式码还不到50万行 所以就知道 我在我学习Linus核心某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30几万行 30几万行其实还好 就那个规模还好 但是现在是2000多万 而且呢 30跟2000多年 对不对 以倍数来讲 你会觉得很多 但是 但是什么 不是只看倍数啊 对不对 就是 就跟男人一样 不能只比长度 我说 存折的长度 存折的厚度 不能只看那个东西吧 能看的一体很多 差一点就会差很多了 所以注意到这个程式码 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 你千万不要想说 像这个 30万行 跟这个2700万行 你会觉得 这只是倍数的你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人 注意到 我们人没办法 scale 我们人没办法 很难scale 就是说 假设你想一件事就是 假设你今天 你从那个 比方说从台中就毕业 那你考上什么 考上成功大学 那这个 没有正常的那样释放 不好意思啊 就是你可能就考差了 那你就生气说 我天哪 我台中就毕业怎么只考成大 搞屁啊 对不对 那你说跟你爸说 爸妈我要重考 结果下次发现还是考上成大 对不对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丢脸啊 你花更多的时间 那如果呢 你什么 第一次先考上成大 第二次 因为考上阳明一科 那家人就开始想 那我可不可以再考一次 考上台大一科 可不可以 投入更多资源 然后变得更好 对不对 但对不起 往往呢 人不是这样的动物 其实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多 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重考第二次 跟重考第三次 不会差太多了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的学习 是没法很容易scale 或是我们scale 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所以更多时候 我们就要想 就是说 我们如何透过一些 关键的概念的掌握 像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前几周 其实随堂测验 很多时候都会突然冒出这种词词 像我们在第一次的开课 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下午就会安排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线上测验 让大家来 头脑列席下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说 很多人学习西语言 就是包含我在内 我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学习西语言 那时候就很笨 因为那时候西语言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语法很奇怪 这个Denis Leach 就是西语言的 共同发明人 他也说过经典话 他说西语言 语法就真的是很古怪 但是又却得获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我在国中学西语言的时候 我那时候学的很笨 就像画面中正当执子 我做什么事呢 我就每一行都写注解 就是在写中文注解 我国中的时候还开始学英文 所以对我来讲 那时候学西语言还蛮苦的 就是说 要一边学习英文 然后一边学习演算法 资料结构 那时候没概念 然后反正就一行行去写注解 然后就傻傻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我以前学习的时候 我只能偷偷晚上起来打电脑 因为我爸我妈不准我打电脑 所以会打我 就是你懂了 那个科业比较重要 所以我必须白天把那个白天 或是或是那个深夜 我通常都是睡觉睡到三点 一、二、三点起床 然后偷偷跑下去 那我爸我妈五点我就起床 所以我有短暂的一个多小时可以打电脑 所以我白天呢要先干嘛 把那个程式码想好 所以就是像这样写注解 那写注解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组行去写 比方说我X向右位 我写啦 可是X向右位31个位元 这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这东西呢我把它指派到mask这个变数 那这个mask这个变数 又跟X去做相加 相加完之后干嘛 再做excuse or 我个别写都可以懂 但是具体来讲会得到什么 好 直接跟你讲讲结论 结论是说 这段程式码就像它的这个 方讯类一样 它跟你说它是什么 它是ABS 找什么绝对值 好 而且这很酷的地方是 这样的程式码 它竟然没有分支 你想看你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绝对值 应该是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那你在看到绝对值的时候 你会想绝对值不就是 有if跟else 如果X大于0 或是大于等于0 X大于等于回传什么 X 那如果X小于0的话呢 把什么前面加个负号 负X 就是或者乘以负1 这是绝对值 好 可是呢 我们竟然可以怎样 在完全没有分支的情况下 去做出ABS 好 为什么 这显然就不是怎样 只是一个逐次翻译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把这个值带进去 好 把32位元的这个 最小的 最小的整数 带进去的时候呢 好 所以就是三 有号数的32位元的 最小整数带进去的时候呢 会得到什么 好 那你说 为什么要拘泥在这种地方上 好 注意到哈 这东西呢 就有很大的这个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这边呢 就收集了这个软体缺失 带来的一些危害 好 那这边呢 就有 有栽入句话 好 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事件呢 被毁灭的方式 其实想想呢 其实想起来蛮可怕的 就是很多时候呢 是意外 好 而且意外呢 是什么 是电脑专家电脑工程师 好 创造的意外 当然这乍听之后觉得蛮恐怖的 但是其实想想哈 比方说我们看那个波音客机 1970代的波音客机呢 大概它的程式码呢 是40万行 好 然后呢 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 787 它的程式码规模呢 竟然达到650万行 好 那你想想看 程式码只要一行错了 很可能这样 你我的性命就 就这样消失了 对吧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呢 这个程式码呢 这个程式码呢 在 1970 到了 2011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40年 程式码的规模 增加了对吧 16倍 那你想诶 乍天知道40年 16倍听起来还好 但是你想想一件事 很多程式码是累提的 很多程式码是 新增的 那 这些又累积又新增的 那会不会有些相互矛盾啊 比方说 这个地方前面是对的啊 后面是错的啊 或者说 这个很多问题我没有发现出来 后面有 然后呢 这边呢 有很多那种 很多缺失呢 就是来自什么 来自像是一些 范围的错误啦 那你看 如果说呢 今天是什么 像一些医疗设备啦 那个 辐射剂量 对不对 高100倍 那患者死亡 想想可怕 那或者说呢 这个什么 软体的错误呢 导致误判 比方说这个 FNRI 然后但是发现一个悲剧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仪器呢 精准度呢 是不够高的 那在 在运算的时候呢 在这边 其实是有错的啊 但是MIR的研究呢 其实是这样 已经高达25年了啊 所以很多论文呢 可能因为这件事就没办法用啊 那没有太大的参照就要知道啊 或者说 英特尔的那个Penet符点数运算啊 这个很经典啊 就是说 呃 有一个数学系的教授 在做运算的时候呢 发现什么 他做这个 呃 比较大数的运算的时候呢 他会得到这个数值 但是数值呢 得到是这个 但是预期呢 是这个 你们看到这两个数字的差别 一个是1.33374 一个是1.33382 好 那他有这个产生的偏差啊 好 那后来发现什么 是Intel处理器的错误 你说啊 这个东西 偏差一点有没有关系 你平常的程式码是 可能没什么差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程式码又在哪里 用在太空说 用在火箭那就可怕啦 直接讲结论 这个1996年 欧洲太空总署 那这个东西呢 造价 是当时的2000多亿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金额 好 悲剧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就是 Intel Offflow 那有Intel Offflow呢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 发射后37秒 然后就遍离轨道 然后呢 截离爆炸 两名士兵就当场死亡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案例 当然你说台湾有没有案例 有 台湾可能没有什么火箭的案例 但是 但是 有这个 这也是很可耻的案例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2017年 那这个 1月9号的时候呢 台股 台股大力光 那大力光呢 就是 它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在哪 就是说像我们手机 不对 这镜头啊 你想看喔 这镜头可以做出这么薄 你看我手机那么薄了 那镜头呢 一定要比手机更薄 不对 很基本的道理 那问题来了 你看 你小时候在做那个光学的实验 对不对 你会有什么成像 对不对 会有凸透镜啊 凹透镜啊 焦距 那你以前的成像过程中 你花很大力气干嘛 去对焦 那你说 这个 手机的镜头要不要能够对焦 废话当然要对焦 那为什么它可以 把焦距控制那么短呢 很多时候呢 是大量的 复杂的 镜片的组合 可能就是需要 五组 五组镜片 然后更麻烦那边要什么 它需要很精准的移动 好 那至于这么复杂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光电的材料 就是大力光的 的那个 重要的什么 重要的竞争价值 好 那总之呢 这个大力光呢 在当时这个价格呢 就飙涨飙飙飙 反正就是 大家都会看好吧 Apple概念股 好 可是悲剧的地方是什么呢 悲剧的地方 大力光 大力光这么优秀的这个 所谓的我们的台湾之光 台湾之大力光 那所以我们这个 台湾之大力光呢 这么优秀 但是呢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来到历史高点的时候 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台湾证券交易所 以偿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一个悲剧 为了避免浮点数的什么 浮点数的这个运算 导致的这个误差 所以呢 在运算的时候呢 都会干嘛 就是预留小数点三位 然后干嘛 会去乘以这个1000倍 然后呢 就是内 所以我们外面看起来是什么 1000元 但内部存的是1万元 然后呢 做什么运算呢 就要干嘛 就是一直在乘刚才那1000 所以呢 虽然它的股价呢 是到了历史新高4000点 但是呢 做完这些复杂运算 做完之后呢 实际上它的数值是什么 是这个 那这个数值呢 是32位元 五号数的上街 32位元五号数的上街是什么 是42亿 42亿多 那所以看到原本这个数字是4000多 但是因为做了刚才那些操作之后 它变成42亿多 那是超过什么 超过这个32位元五号数上街 那你说 哇那简单啊 把32位元换成64位元 你又犯了什么错 你如果单纯只是把32位元变成64位元 那你说啊 这样精准就可以提 这个什么 那个上街就提高了 这是解决问题 没有啊 你想个简单事情 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权教育所 那过去历史的记录 你看到 过去呢是用32位元去保存 你说呢 我从2017年 2017年2月开始 改用64位元 那旧的资料怎么办 那你说简单啊 我就写个转换器 要转就可以转的吗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如何去兼顾向下 就是过去系统的 你是可以读得出来 那新的系统也可以读得出来 你其实需要一个什么 好的个兵嘛 所以呢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 蛮可耻的问题 因为说真的 说真的荒谬的地方就是这个 对不对 就是说 当时很多设计的时候呢 做测试 只测试到股票啊 几百块啊 结果就结束了 没有想到这个 会破千点 会到几千点 那甚至这个上街 甚至没有什么 没有个 没有个清楚回话 但是反过来去思考 需不需要每次都是乘以这个1000呢 其实不需要 如果你对数值的系统 有足够多认知呢 其实是这样 还是可以做到 用32元去表达 而且呢精准度可以更高 你说这东西有吗 回想一下刚刚不是讲那个什么 Bfloat 16 Bfloat 16 其实就是这样东西 所以你看 Google在发展tensorfloat的时候 Google在发展tpu的时候 就专门在加速这个机器学习的硬体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这个Denrich的问题 就是说我能不能用更精简的储存空间 去表达一定的什么 一定精准度的数值 那反过来说你看 这个台湾政权教育所 他就是这个悲剧 就是凭感觉嘛 就乘1000啊 每次操作都乘1000 什么鬼的 很快就遇到这个错误 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Linx课总的时候 这也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你说Linx课总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花很多时间他们去想 这个数值的关系 然后呢在我们本周呢也有一个教材 我们这个本周一个教材呢 就是在探讨什么 探讨这个计算机的编码 真的等下回顾课程教材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那所以要知道一件事说 我们今天讲那个什么 呃 十进位啦 二进位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是说这个转换而已 更多时候呢 我们是讲这些掌握的情况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在探讨这个软体缺失带的 很厉害 那你会发现说呢 呃在这份贡笔呢 可以看到说 我们收集了 呃 很多案例 那这些案例 基本上在工业上的都带来巨大的损失 好 那 那 呃 数值的范围 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那这边呢 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一开始想问大家问题 就是 当我把一个绝对值 就是 我要做一个绝对值的运算 那么透过这样的上面这个实作 那当我输入的东西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三十二位元 三十二位元有号整数 的最小值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 好 那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数值带到上面去计算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 这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你竟然会得到自己 注意到 他是一个最小的值 所以你看 负 一个很大的值 就是一个最小值 然后呢 你带进去求绝对值 竟然得到自己 好 所以呢 你得到的东西不是正的就算了 好 还是自己 我再重新想一下 绝对值的运算 在你数学上的绝对值运算 会得到自己是什么 是正的值 或是零 才会得到自己 但是呢 你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时候 也会得到自己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负的值 它本身是一个 最小的 最小的整数 最 就有好数里面 就是这个 就是最 最小的 这个 最小的整数 但是呢 我做完绝对值之后呢 非但没有变成正的值 然后 而且还变成自己 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样呢 会有资讯安全的问题 你去想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概念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 英文一些关键字 不要用中文找 那你会发现 这很多是跟这个资讯安全有关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我们学习Linux核心呢 很多时候呢 不是为了去改Linux的核心本身 更多时候呢 是干嘛 是开发应用程式 比方说呢 我再讲一下 我们都说学习Linux核心 其实不是为了改Linux核心本体 是为了掌握上面的应用程式 比方说呢 Microsoft有一个专业叫 MiMaloc MiMaloc呢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这个是一个 记忆体配置器 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些 像Maloc、Free啊 这些什么 这些Library 注意到这两个不是系统构 Maloc跟Free不是系统构 它是Library Function Code 那里面会用到一些系统构 不要说Map 那但是 在Unis上呢 或是Unis相似的系统来讲 Maloc跟Free 这两个是Library Code 不是Function Code 不是System Code 然后呢 这个MiMaloc呢 它大约只有3500行 那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其他的一些 记忆体配置器啊 比方说JMaloc JMaloc的话 程式码大概是3万行 所以你看到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等级的 就是一个是 MiMaloc 3000多行 然后呢 JMaloc是3万行 但是呢 它们两者表现的效能 这两者效能都很好 所以你看 用人家十分之一的程式码 但是可以达到 很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势必呢 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这个 实作呢 就很有趣 那其中有个有趣的点 就这个 比方说呢 你从这个Function的名称 对不对 这韩式的名称 有Random 乱述 Init 看到什么 好 这个东西叫什么 乱述 初始化 好 然后呢 你看到里面要带入一个种 种旨 这边有个引述 叫seed 然后呢 神奇的地方来了 你看到 这东西什么 这是Function 对吧 然后呢 那我去一个 adress of 注意到不要念and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by 是and 所以要念什么 要念 adress of 那所以呢 这个adress of 我去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 这个Function的地址 好 然后那个 你说我拿这个Function地址有什么搞头呢 好 很酷 看初解 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ASLR 好 ASLR是什么呢 叫做Adress Base Layout Lanimization 好 这可能是你第一次看到Linus核心 让你 呃 目眩生意的东西 这是东西什么鬼啊 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呃 在 我们的 系统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个 所谓的叫做 定值空间 就是说 呃 我们 Linus核心载入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 好 不管它应用程式长什么样 它一开始会有个 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 会有一个配置方式 比方说我的main要摆在哪里啊 那main要呼叫哪个Function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 我的main的地址 就是我城市的 我西元城市的进入点 它的地址永远都是固定的话 那在 呃 骇客做攻击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 有 会打到一些攻击的可能 那 所以呢 后来为了避免骇客呢 直接透过这个固定的基体 这个 我们称为Layout 就是基体的配置的那个 就是这个什么 基体的那个前后顺序的观点 那 所以呢就让什么 让像西元的城市进入点 man 它所在的地址就会改变 那所以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 man的地址改变之后呢 这些相关的Function code 地址也会改变 以前是说呢 我同一个城市 执行一次 两次三次 执行100次 我的进入点 是怎样 地址是一样的 那进入点 像man man所呼叫Function 我叫a 那a的地址也会跟着一样 如果它的流程是一样的 就是man 赶快就呼叫a 那man的地址固定了 a的地址也跟着固定了 好 那有趣的用什么呢 在这个slr出来之后呢 进入点 西元的Function的这个进入点 西元城市的进入点 会什么 会改变它的地址 那相关的其他的Function 那个地址会改变 所以 mimilk 作为一个精简的 记忆体管理器的实作 它就直接 透过aslr的特性 直接干嘛 把地址拿出来 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初始的 初始的种子来用 就是 跟种子做运算的一个值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对aslr 没有概念的话 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事 你会花很多时间说 我要跑什么slan 然后tine 什么鬼的 你会花很多时间想的 想那些基本的 注意到这段程式码为什么真的干 你看哦 这段程式码一个很酷的地方是 耗费的时间 时间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还需要呼叫slan 呼叫ran rnd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Function Function code是有一定的成本的 但是你看 像这边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去 取得地址的操作 所以多半的时候 在很多计算机结构来讲 它可能需要2到3道指令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成本是很低的 但是呢 因为Linux核心已经保证 SLR的机制有开起来的话 那它的这个乱数呢 是有一定品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了解Linux核心的重要 再次的浮现出来 当然这样案例是很多的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事件真的不会等你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以前程式码 你看以前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 登陆计划 1969年登陆计划 那靠了这么这么多的纸张 但它程式码只有一点点 还记得那个登月艇 它的记忆体多大 登月艇的记忆体才4KB而已 4KB多大 非常小的东西啊 4KB0E 对不对 它的记忆体这么小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的原子程式码 它维护啊 很复杂 所以软体工程师在那个时期 被提出来 因为维护这些软体 耗费的成本是很惊人的 然后呢在2009年 这可能大家记得吧 就是找那个黑洞 对不对 那个黑洞那个 黑洞那个 那个 黑洞寻找的这个什么 拍摄黑洞的影像 那所以呢 用了非常多电脑 所以你看到说 同样是在MIT 那就是做了这个相关研究 所以你看哦 但你还没有搞懂这个世界 怎么运作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就一直往前走了 那你看下这个游戏也是一个很惊人 这个1999年的时候是长这样 那时候罗拉长这样 你看到了2012年 已经 左上角跟右下角 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游戏呢 很可能 很可能更便宜 对不对 就是它整个精致度呢 完全是完全不同的等级 但是呢 北级的地方是什么 你就算来这边读书 你还是不懂的啊 对不对 你说我去学电脑图学 这个 可以啦 电脑图学可以有些基本概念 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 可能还是 只能长叹一口气 而且更挫折的地方是什么 你上课去叹气就算了 你玩手机也会觉得叹气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 这个 像iPhoneX 从2017年 iPhoneX 单核心的效能 就已经超越什么 超越MacBook Pro MacBook Pro 对不对 这讲是 2017年 手机的 单核运算量 就已经比什么 比 笔记型电脑 单核运算量来得强了 那为什么 你不能说 哇 这个是什么 Apple英勇啊 这个Apple 这个什么 买了处理器的团队自己开发 那问题来了 那你做一个理工的人 你能不能解释这件事 你刚才讲的解释方法 你不用上过大学可以了解 对吧 你只是转述媒体的报道 那至于为什么 为什么手机界面可以进步这么多 对吧 所以你做一个理工科的学生 其实想想也是蛮挫折的 你要怎么解释 你说 我读研究所就懂 放心 你现在去问你的研究所的学长学姐 叫他解释这个状况 解释就算了 解释这张图就说 因为有GPU 那解释章子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这个数据呢 然后更惨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读一些报道 比如说底下有个点解释 自己按一下 这个报道 我们顺便再一个报道 他说 这个什么 Apple它的处理器 就是找了台积人去代工 然后做了一个什么 A12 Bionic 然后70亿个电晶体 哇 这个东西好强大什么的 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就算读了理工科系 你还是在转述人家的新闻稿 转述人家好棒棒的 one more thing 对不对 那请问 你知道它的原理吗 也是不懂的 比方说这里面说 他有用到FPGA 我说我知道 我有听过FPGA 问题来了 FPGA跟机器学习有什么关键 那是Apple定制的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你还是不懂 然后继续看 哇 这个东西神奇吧 你看这个S3 他说 前面是70亿 那现在变成85亿 然后呢 哇 这个功耗又什么 降低什么 为什么 效能增加功耗 这个 反而降低了 你说 因为制成进步了 前面7奈米 这也7奈米 我说 这是第一代7奈米 这个是第二代7奈米 拜托请你不要再回答 你不觉得你这回答很不专业吗 想想看 你读哪里 你读的资讯工程啊 但是你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 你不觉得很挫折 还以来到21世纪 它就充满挫折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去想 我们今天学这个理工人 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什么优越感 因为说真的 多半你我就只能当一个工程师 OK 但是我们做一个工程师 就是 就算不能赚大钱 应该做大事 你说什么叫做大事 你可以成立政党啊 然后去颠覆国会啊 这是一个方式 但是工程师 做大事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你手头 不要让你现在做什么 你现在做手机 就把手机做好 因为你做手机可以 几千万支 世界各地都有 那或者说 你是开发网站 那你的网站 有机会让很多成天上万人用 这就是做大事 就是说 你雷小步然后改变了 这个世界的一个改变 但是你要想 这个世界 朝哪个地方在改变 这个世界呢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刚刚举这个报道 那 你想 如果你连每天用的东西 都没有 都没有足够的掌握了 你不用真的每个东西都自己开发 你不需要每个东西都自干 所以注意啊 特别讲 就很多人都会误解说 我什么东西都自干 没有啊 你看 这个手机我还是用现成的 但是 里面的程式码有关我写的 这样比较性感一点 那我知道要怎么去客制化这支手机 这也OK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讲自干是干嘛 是追求一个 我先去做一件事 比方说我先去画画 对不对 我是 我学了 你我刚才都差不多 就是说我们都有去学过音乐 我们都有学过绘画 所以 我们 可能做到某个阶段之后 就停下来 没办法再前进了 但是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 反正如果说 如果你开始没有画过画 你开始没有演奏过音乐 你很难去欣赏别人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东西难在哪里 不就是动手指头吗 不就是 对不对 以前 十几年前 我那时候回家 就跟我妈说 妈我好累喔 我工作好累 我妈跟我说 你不就是吹冷器敲键盘 怎么会累 对不对 如果写程式被比喻成 吹冷器敲键盘 你觉得有错吗 没有错 我觉得我妈讲的是对的 但是如果这样子简化又太简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是讲的是什么 你真的要去做过一件事 才知道它的难度 然后呢 你了解这个难度之后呢 你就学会欣赏 学会欣赏之后呢 再去看这些事情 去揣摩 你在过程中 一定有可以让你着力的地方 这也是 其实也是我们在学习 Linus核心要学的东西 我们不是每个地方都去看 而是说 我去看哪地方是我可以施力的 而且 或者说我在理解这个 整个Linus的发展的过程中 它其实就反映到 像画面中看到这个 你说Apple里面不是 Apple的手机里面 不是跑Linus 对 但是Apple的伺服器里面 跑Linus 然后呢 Apple呢 其实在Linus上的投资 也是蛮巨大的 然后 反正不管说 这是哪个厂商 但是很显然 Linus就是为了解决 这些实际危险而存在 实际危险而存在 实际危险而存在 你为什么不去写呢 反过来说 你在学习Linus核心的时候 刚好也可以把这些 现有的议题 有一定的认知 好吧 所以理论跟实作 就是一体掩面 诚实面对自己 那 请你不要讲说 学校只教理论这种话 这个是太抬起我们学校了 其实我们学校 通常连理论都教不好 对吧 你继续学习的时候 才发现 学习对数好重要 对不对 然后 你懂吧 如果学校只教理论的话 你人工智慧 应该可以学得蛮好的 对不对 因为一堆数学 但是往往你 没办法学得那么好 好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在这个课 会花一点心思 来介绍这个Aunler架构 那Aunler架构 最近这个值都是很旧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这个数值了 Aunler架构 然后在这个出货量 其实 已经超过一个数字了 这个是两年前的数据 然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成长量 真的是非常惊人 像画面中摘入的数字 它的单位是Billion 那注意到Billion 在美式英语是10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什么事情 2025年已经冲上了 已经冲上150亿了 而且这个曲线 真讲的曲线非常惊人 然后 一支手机 注意到 一支手机里面 它有多少个Aunler晶片 这很难问题 再讲一次 手机显然就是一支 对不对 就是我 一手掌握的一支手机 对不对 一支 可是里面有多少Aunler晶片 这很难讲 比方说 它可能有很多盒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除了你听过那些什么多盒 多盒的处理器以外 它其实 在里面还有一些特质的 精简的Aunler处理器在里面 你想个简单例子 你看 就是你带着手机去跑步 那手机去跑步之后 不是有一个APP 就是手机通常会有一个APP 可以去下载或是内建 会有一个什么 寄步器软体 寄步器的APP 那你想一件事 这个寄步软体 就是去统计你 跑步的过程中跑了几步 那寄步软体呢 会时时刻刻醒来 去计算你的步伐吗 其实不会 这两次 因为手机要休眠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手机休眠的时候 我跑步 但是呢 我这个寄步器的软体呢 却可以干嘛 可以去统计你的步伐 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手机已经睡觉了 但是他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去统计你跑了多少步 对不对 你想一件事 睡门人睡着了 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跟小矮人偷情 小矮人 忘情的交谈 对 不好意思 讲错话 所以呢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那就不叫睡眠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 简单 不是简单 变通方法就是这样 我主要耗电的处理器 的确休眠了 但是呢 我让不耗电的 功耗很低的处理器 去帮我做什么 跑了多少步的记录 所以呢 你的手机里面 其实呢 有多少颗处理器呢 有多少暗的处理器呢 很可能是 很可能是十颗 或者更多颗 如果是一台车子的话 一台车子的话 它里面的microcontroller 所谓的微控制器呢 大概会有多少个呢 可能会有80个 或者更多个 就是看你现在车子的复杂度而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说 为什么这个市场成长那么快 其实不是说手机呢 变得多了几十倍 不是 而是说每一支手机内部的复杂度 大幅提升了 它有很多不同的处理器 有运算能力很强的啦 运算能力中等啦 运算能力比较弱的啦 但是省电很多的啦 或者说针对人工智慧啦 去做客制化处理的这个 加速器啦 就此类 那Linus跟这些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些硬体 有生命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跟Linus有关 废话当然有关 好 那所以呢 无所不在Linus呢 至今已经超过28岁啦 那一开始呢 是1991年的Linus to us 在发展 然后这个 所以 不好意思啊 这个数据也是旧的 我是栽入底下这个讯息 那所以呢 这个每小时呢 有8次的这个程式码修补 不是8行 是8次的修补 然后呢 每9到10周呢 就会推出新版的作为一种核心 所以呢 像我们这门课有趣啦 我们这门课呢 从现在 从这周开始算 总共有18周 我们18周呢 就会遇到两次Linus的改版 不是改版 发布新版本 所以呢 有没有觉得很挫折啊 就是天啊 这个发展走这么快 而且呢 这个全球呢 有1000多家公司 然后超过什么 超过1万多人 这个这个1万多人 投入Linus 可统开发 用的范围很广啦 就是手机伺服器 超级电脑 防火墙 路由器 火箭探测器 娱乐 还有阿克 阿克 阿克是什么 点进去看看 阿克 阿克呢 就是台湾的前当火箭 那现在也很需要工程人员的投入 所以 大家对这个发展台湾人的火箭 有兴趣的话 可以 跟这个 通过这个粉丝专业 来做询问 对吧 看了很多血啊 里面就用什么 用到Linus 对吧 那就是 Linus里面就是用到里面的这个 控制 那在去年的话呢 这个阿克 阿克呢 在Linus基金会 也有去 去 去探讨 就是及时处理的议题 好 那看那么多呢 你可能会慌张啦 还说 到底要该做什么 这时候我们就引用 蔡智浩博士说的话 其实呢 你不要呢 也不需要 就是 不需要呢 去追逐目前看起来很实用的专业 什么专业呢 比方说 这个 这个 你现在看到很多东西很红的 那过一段时间可能不红 那 这种快速的东西呢 就是你看到 人工智慧草那么红的 你现在去学人工智慧 OK 你就不要成为文莽 不要成为 听不懂别人在讲话 OK 但是你需不需要全心全力 投入在人工智慧 这倒未必 那但是更多的时候呢 你应该干嘛 去想这个本质 你想这个本质啊 就是说 人工智慧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的智慧 而是说 他背后所用到的一些 统计的手法啦 像刚才讲的线性代数啦 或是说 我去设计那些fitness function 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本质 在本质懂了之后呢 你就发现 这本质今天换别的主题 竟然是什么 有很大的观点 比方说今天换成图学 甚至换成作业系统 其实发现说 这些基础训练其实都还是这样 还是可以共用的 尤其是学生的阶段 应该花更多薪资在 基础科学训练 注意到科学 不是基础训练而已 要不然科学 科学的手法 好 那这个是老生常谈的 那这也是我想要强调的 就是 系统软体 其实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在30多年前 我们的 台湾的这个资讯科技的前辈们 他们其实做的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你看 听到什么中文系统啦 倚天中文 什么01中文 反正注尺这种一大堆 文书编辑器 什么汉书 这种排版系统 什么sarsb 你看以前的软体都很酷炫 倚天 莎斯比亚 惠希尼号 以前都知道 所以你看 30多年前 个人电脑 很大比例的软体 其实都是台湾的开发的 那30年前 台湾人没开发的软体有什么 很可惜 台湾人没开发的东西 就其实有两个 一个东西叫 编译器 一个叫作业系统 就是扣掉编译器跟作业系统 大部分的软体 其实都是台湾人开发的 我说台湾人用这个地方 那个人电脑更不用讲 主机版的设计 大约都是台湾人做的 甚至台湾人还有做出 仿制的intel处理器 但是就是因为 系统软体的掌握度很低 所以比方说 人家把作业系统换掉 那我们就跟不上 就被限制住了 那更麻烦的是说 过去在很多时候 这种国际化的程度 没有做那么好 也没有想到说 需要跟世界各地点合作 那总之呢 就是说 系统软体呢 其实它就反映的是 很剧烈的事情 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力 一个 一个 就相当于是说 这个科技的深入的这个程度 好 然后呢 这是 强者我朋友说的话 他是 曾经是OpenStake的 基金会的董事 陈辉 他说什么呢 他说每天呢 泡在开云发展 每天跟大牛合作 不牛毕业难 那就是 你知道吗 他们讲话比较 比较直接 那其实在讲什么 就是说 要怎么让学生 整体让他变强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帮你引导学生 一步一步呢去 呃 比方说 学习开放原始码的文化 然后甚至有一天呢 可以跟这些强者们 就是强 不是只是强者的同学而已 是 强者们就真正要像 那丁度筹发指动 强者跟他合作 那所以你跟他们合作 就会变强了 那当然 冒然要做到这件事情 还蛮难的 我教书今年是第八年 我教书八年说真的 要跟这些强者 那但是这件事是该做的 因为毕竟 毕竟 要有这样一个破冰 我们才会办法 再把这个 课程要求拉高 好 然后呢 我们从2015年开始呢 就会有十个 那个数据比较久 还有更多 就是这个 现在已经有十几个 四个去到一些 那个研讨会 比方说我们这边锁定的研讨会 是这个 Linus基金会办的研讨会 比方说Embed Linux Conference RioTime Linux Workshop 就 或是这个Open Source Summit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第一届的学生 那 那其实你说他们在做什么事 多半的时候呢 只是把这课堂的作业 拿来改 那 透过课厂的这个 所参与的东西呢 继续去突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发展这个IoT的作业系统 或者说 改善Linus的一些 改善Linus的即时效能 或是这个 ROS 就开放约翠码 机器人开发框架 在这边去突破 那我们最近呢 也在做这个 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有看 注意看一些新闻稿 我们在2019年的2月底呢 我们就发表 就是在那个 跟车辆中心 乘搭跟车辆中心 然后发表 这个我们自己的自驾车 然后如果说你有参加过 2019年的CostCup 那你会发现我们成功大学的学生 也有去接动 接动说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 从这个 我们从很基本开始做 就从像地图 整个建那种3D的地图 然后然后就做这个模拟器 所以我们就需要说 很基本的东西去 逐步的累积打造 好 那这个 胡适呢 说过一句话 发表是最好的记忆 其实说真的 这个真的是蛮感人的 也许你开发这些东西 是一阵子的 毕竟你做的贡献 不见得有人收入嘛 就算收入有可能 过一段时间会被踢掉 这事会发生的 也比较挫折 但是呢 这个 在网上总是可以看到你的轨迹 或者说 网上 看到轨迹以外呢 你可以在城市 看到轨迹 像十几年前呢 那时候 那时候把妹 那时候还没结婚嘛 那时候把妹呢 有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找一个女孩子 她说 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然后呢就干嘛 就点 这个什么 什么设定啊 然后跟 关于手机 关于手机不是有一个什么 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 关于手机开放原始码 那个什么 贡献者那个 那我就叫她点那个 那点进去之后呢 我就滑一滑 那滑一滑就发现什么 我的名字 那就是我 所以有时候 做开放原始码 贡献器才不错啦 就是打妹的时候多一点题材 顺便无法道 好 那我们在这本课呢 这个算叫做Linus 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 带着大家 复习点电脑科学 毕竟能够投入Linus 核心的开发的人 是少之又少 那 这画面中列出这些学生的确里面有 投入Linus 核心的开发 毕竟是少数 但是更多的学生可以干嘛 可以 过程中可以重新学习西元 我不想讲复习啊 因为很多同学说 我忘了 不要说谎 没有学过 就 没有忘记这词 什么叫忘记 就是你 你记得过 你相处过 对不对 你才叫忘记嘛 比方说某某同学坐在你隔壁 或是你的邻居 他后来搬走了 那你说你邻居叫什么名字 你邻居几岁 我忘记了 但是你之前看过 但是如果从来没看过 你已经不能讲忘记的 很多同学都会说谎 这是 不必 好 那没关系 我就带着大家重新学习西元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了这个 我们的 课程进度表 那你就看到我们其实前面都在学习西元 那除了学习西元 我们要重新学习资料结构 诶 你说资料结构不是你学过了吗 但是 关注点不同 过去呢你在学习资料结构的时候呢 你花很多时间干嘛 就想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或是花很多时间去想 Arial Tree 然后那个 呃 红黑树 就诶 请问红黑树跟Arial Tree 是 那个 时间复杂度多少 就差别是多少 音色的时间复杂度 delete的时间复杂度 是什么 或是QuickSort 在Worse case是怎样 就是你过去花很多时间去 去观测它定什么 定性分析 但是我们要的其实呢 是更明确的东西 是定量 所以你看 我们过去学习只是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我就 我们当然知道 时间复杂度是固定的 就是某些词座来讲是固定的 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它前面还有个常数啊 对不对 它还有个细数啊 那其实那是我们在意 因为我们要的是整体变快 或是说我整体行为是什么 是Deterministic Deterministic 这个不要一翻 它就是一个 与生俱来 对 与生俱来就固定了 就比方说那个 连胜文先生 连胜文先生很优秀 他真的是 对不对 不只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他不只是 跟那个主播交往 然后娶了这个 这个 娶了厉害 很有才华的人 这个厉害 他更厉害的那种是什么 三岁就自贡能 哇 对不对 难怪人家那么优秀 对不对 他姐姐更厉害 哇 那个这个连慧欣 两岁就当自贡能 难怪这么 有钱的人就是做什么都会 对不对 那个什么梗 对 就是优秀 那这个就是什么 Deterministic 就是说 他与生俱来就这么优秀 所以他什么事都做了一百分 对不对 一开始就当这个什么 优友卡公司的这个什么 董事长 优秀 对不对 我们还在研究 那个优友卡的原理 对不对 人家已经当优友卡的董事长 对不对 那这就叫Deterministic 但是演算法有什么东西 有 比方说你看 像Linis核心 在排序的时候很难玩 排序的时候呢 你说排序不就是QuickSol 但是很难玩 Linis核心的排序很少用QuickSol 再讲一次 QuickSol 顾名思义他就是一个什么 那个快速的排序方式 的确他很优秀 但是呢 Linis核心很多时候呢 不会用QuickSol 或是预设不用QuickSol 为什么 这道理考量点很简单 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排序不需要很快 但是我们要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料输入 我们都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复杂的完成 所以你看QuickSol 虽然听起来很快 但是呢他在Worst case 可以到什么 B个O n平方 n平方 而且他的Worst case是什么 是几乎排序排完的 或是是顺序是完全颠倒的 所以像这种Worst case 是很尴尬的 你想 为什么需要在Linis核心里面做排序 想个简单事情吗 像什么 像 像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在排什么呢 排那个 排负载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CPU有负载 那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中 66% 64% 对不对 他显然是什么 他是排名嘛 所以呢我一定要有个机制去干嘛 去把这个 一个process 所谓的行程 就是把这个行程 那对岸 对岸叫什么 叫 叫程序 那就是说这个 对岸叫进程 那就是 不管是行程也好 还是进程也好 反正我们要干嘛 要能够排序 对不对 所以我要有个机制 要能够去排序 那这样排序呢我来讲话呢 慢一点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什么 不能就是说这一次是 就平常都很快 但是在一些极端快的状况 会花很长时间 这是不是Deterministic 所以注意到呢 像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在探导Links核心特别要注意的 所以 我们并不会在这门课 重新交资料结构 而是 我们会去挑特定的资料结构 比方说 以第一周的进度 我们会去挑Link List 去想Link List 该想什么东西 就说Link List 什么好想的 那不就是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 就像人形无公那样接起来 不知道人形无公那就不要去查了 那是个比喻 那就是说Link List只是一个 一个蜈蚣状的东西接起来 这是什么搞头 你有没有想问一件事 这个蜈蚣如果头跟尾巴是接在一起的 再讲一次 蜈蚣你看很长的 然后呢 它会有个头 有个尾巴 但是如果把头跟尾巴接在一起 不就变环状了吗 你说无聊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对不起 每天都有 在你的手机里面 每天都有 Links核心的Link List 预设就是什么 就是环状的 你说环状的东西好无聊啊 这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是撒小 那就要让你去想 直接跟你讲结论 Links Links为什么要发展一个Circular Link List 其实有很多考量 其中一个很酷的考量体是 有机会用更少的储存空间 然后呢 还有个考量是什么 因为它是环状的 所以环状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开头跟尾巴 总是怎样 总是在隔壁 所以呢 我们呢 不会遇到那种 空的指标的状况 因为反正我开头跟尾巴 反正我只要有一个 就是 我的元素 我一开始可能有这个环 可能有八个 那我少一个变七个 七个少一个变六个 诸如此类 一直到什么 到一个的时候 那以前呢 你这个Link List 有开头跟结束的时候 你还要去想 哦 要指向个Near Printer 一个空的指标 但是以这个环状来讲 我只要判断 那开头跟结尾是同一个 我就知道 是吧 开头跟结尾是同一个 就表示 它只有一个元素 那而且我就可以把那个 开头跟那个结尾 的一些 内部的这个设计呢 就有机会 怎样用更少的空间来做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资料结构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 资料结构呢 更多的是讲 针对Linux 针对计算机结构 还有针对一些 Locking 就是 就是说一些共享资源的保护 那帮人说 还记得前面那个 像讲Scapella那图 对 一个是这样平平的 一个是随着硬体的资源 增加它会往上 这个东西呢 也是我们探讨范围 那当然 演算还更不用讲 这个东西很关键的 所以你也许会 过程中学到一些变种 就基本原理 都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会有些变种 然后呢 基地统计呢 在这门课呢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透过统计 才能够知道 执行的行为 比方说我问你说 请问现在 一支Android手机里面 大概有多少个任务 你可能不知道结果 我直接跟你讲 大概会有三百多个任务 三百多个 注意到那只是一个概率值 可能更多 很久没做手机了 好 三百多个 那任务跟任务之间 会不会切换 你知道那个东西 要Counted Switch 那问题 Android手机里面 就是你现在用的Android手机里面 Counted Switch花多少时间 一次Counted Switch要多少时间 我说 跟我屁事 对 如果你是小白 你就是 只想当个小白 那没关系 那OK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要当个问题 结果讲不出Counted Switch 是多少时间 那很可耻 因为 如果你算不出Counted Switch的成本 你算不出Counted Switch 太特定事件的次数 你要怎么去调整 层次的行为 你要怎么去改善 整支手机的表现 你是会有困难的 那问题 Counted Switch的成本 时间成本 其实都很低 它可能是Microsecond 10的-6次方 也可能用什么单位 是Neosecond 10的-9次方 这种单位 我不是说 它是1Microsecond秒 也不是说1Neosecond 而是说 它用的单位 很可能是Microsecond Neosecond 所以这个都很小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 你说 简单我就是设计实验 去统计 对 统计 那问题 统计上不就有误差 统计上你要怎么设计这个 你要多大的 这个 统计的母体 对不对 你要统计多少次 你说 当然越多次越好了 屁 不是这样 你学基地统计就知道 不是次数就越多越好 跟你的实验方法有关 然后你再想一个简单事情 当我在做这个 任务之间 两个在切换的时候 会不会有第三个任务冒出来 会不会有中断发生 废话当然会有发生 什么叫中断发生 我手机现在是按的 那我按一下 就是中断 对不对 就是个事件 对不对 就是触碰的事件出来 不是触碰 就是按钮的事件 对不对 按这个 你要讲 正确说法应该是GPIO GPIO的事件 触发了 所以导致什么 手机本来是休眠 所以他现在醒来 像这样的一个操作 会不会影响到 两个任务之间的情况 废话当然会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设计 这个实验的时候 就要想多议题 就不是只是把记忆统计加进来 而是在 我要考虑到 多个不同的输入 然后重新设计实验 然后再来什么 编辑器 对不对 你说 林斯克隆跟编辑器有什么关系 好 接下来几周 你会深深感受到编辑器的重要 林斯克隆很多部分 是考虑到编辑器 所以特别去 写出很特别的程式 才确保说 编辑器最佳化是有用的 然后注意到 编辑器最佳化有时候 编出错误的程式 不是有打开最佳化 会产生错误的程式嘛 所以呢 有时候要干嘛 林斯克隆要做一些work around 做一些避开问题的方式 对 你们觉得头很痛 对不对 然后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 你要重新复习作业性的概念 好 那我们在这学期的话呢 我们会精盆的找一些开放的资源 因为我希望 学生不要用盗版的教课书 我没办法管到 课堂以外的事情 但是请你真的不要用 盗版的教课书 因为盗版的教课 真的不会让你省到多少钱 就是 顶多让你省两千三千又怎样 对不对 这个 但是这个罪名是 不要讲那么重 就是 这个 这个 你连别人的著作都没有尊重 你怎么尊重 叫别人尊重你 这是基本的事情 好 那 我们在这学期中 会尽可能找一些开放的资源 让大家去 对照看 Linx的 就是看Linx的设计 然后一边看这个 作业系统的一些概念 然后当然 你对处理器 微处理器要有足够多的认知 所以你可以搭配我们看我们的课纲 可以看到说 我们一些 变要准备 那这边我们讲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什么 就是讲这个 穿着附会 那穿着附会 有个东西叫举足 举足的梗 你中学的时候 你可能有看过这个 反正就是 就是 这个你看 燕国的宰相 跟什么 燕国的宰相跟这个楚人 对不对 这个什么 就是 误解了 那当然这个是好的事情 对不对 这边的举足是崇尚光明 哇 看着举足 对不对 结果人家为什么 为什么写举足呢 其实不是他的本意啊 不是什么崇尚光明啊 这是什么 写信的时候呢 发现那个 以前都是用那个蜡烛 那种灯 以前有没有 就是那种东西 就是反正以前光源是很 很有限的 所以他就 过程中不小心什么 就跟仆人讲说要举足 自己不小心就写举足进去了 那你想 这东西跟Linus有没有关系 如果Linus课统呢 你在阅读过程中 是干嘛 都是看程式码 然后你幻想 脑补 对不对 那你猜对了又怎样 猜对了 人家会给你拍拍什么 不会 但是猜错了呢 猜错了可能就会错到底 所以注意到呢 程式码是给你干嘛的 改进 扩充的 不是给你备送或建设 所以我很不喜欢说某些 某些展现方式啊 就是读一行一行控 可以 20年前是可以的 就我以前学习Linus课统那个 我的确也是一行一行慢慢看 但是因为那时候单纯 而且那时候 我的确也去 动手改Linus课统 那 所以当初有一些认知错 我就举一个很笨的事情 就不好意思找啊 如果你不想找到的话 再透露告诉我 就是 我以前呢 在Linus课统MailNinist 也问过一些蜥蜴 就我提交过一个贡献 程式码贡献 然后呢 就是 你可以跟我搜寻我的名字 好 然后总之以为是提交程式码贡献 然后就没想到呢 我兴高采见 哇我贡献程式码了 结果没想到Linus课统MailNinist 这什么样东西啊 你到底懂不懂西语言 那是我的挫折 那时候 那时候很生气啊 我 我终于开始学了 但是 对 Linus课统MailNinist 讲的是对的 我的确 不懂西语言 但是因为那时候单纯 而且那时候20年前Linus课统MailNinist 还会干嘛 还会亲自回信给你 就是那时候贡献者还是少 就是在20年前 可是现在不一樣 现在 这么多开发者 Linus课统MailNinist 不可能真的一个人 去回答你 很少啦 就是偶尔会有这种状况 但是 但是呢 所以 程式码 更多时候真的不能只是 用鉴赏的角度去看 因为你可能只是学到脑脖 这也是为什么 打好基础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了解说像西语言 了解一些必要的技巧 像前面讲的 我要怎么把每个位元去反转 那位元反转的时候 会用在哪里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 设计的作业教材 还有相关的练习题的时候 都是这样 跟你讲个东西 如果做到位元反转 那位元反转 怎么做到之后 再问Linus课统 哪里用得到 那Linus课统 这里用得到以外 还希望带人去想 如果不这样写 有没有写下替代方案 有没有办法写得更快 或是指出原本实作 哪里有错 所以其实这才是工程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是被诵一段 什么汉皇重色的诗亲国 奇怪 明明就是 就是讲唐明皇 为什么要讲汉 汉皇重色的诗亲国 常看歌的一部分 这个是鉴赏 或者说有时候就怕文字语跳过的 但是程式不是这样 我们去追求真善 好 然后当然你会问这个问题 说Linus应用程式都没写过 可以学吗 如果要我一句话回答 可以 你说 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可以有给你一堆程式给你写 写到你会写应用程式为止 可以吗 好 再次说 背景知识呢 对理解Linus核心 这很重要 我们就列出这个 刚刚讲的一些议题 像Circular Link List 注意到Linus Kernel 这个Link List 它不是 不是像人形无共的样子 它是环状的 那Linus也有非环状的 就是Linus的资料结构其实很多种 有环状的 也有一条状的 就链状的 但是呢 就是超过方式不同 然后再来是红黑数 红黑数呢 在Linus Kernel大量应用 然后在Linus Kernel 会有一些ADT 就是所谓的抽象资料形态 那它不全然只针对 某一种资料结构 但是它就是一个 试着去建议的抽象 那注意到 Linus Kernel 里面也可以用物件导向 程式设计 对你没有听错 OOP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注意到Linus Kernel 里面也存在物件导向 而且物件导向程度还蛮高的 那除了这一外的话 计算组织更别墅 那些从基本的BYC操作 二经位表示 那些什么 二的补数 为什么要用二的补数 那浮点数 浮点数的精准度 浮点数的表示方式 还有帮助Cash SMP 就是对称多核 对称多处理器 然后Automics Bus Pipeline All the Execution 然后演算设计来讲 就要考虑到一些 像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 注意到我们不是讲Complexity 你以前在资料结构 在演算法学的东西是Complexity 但是我们要的地方是 Execution Time 就是什么 就是明确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好 那当然困难才值得学 不直觉 才是我们这门课要探讨的 直觉的东西 你自己学就好 所以你在这门课 会学到很多 不直觉的东西 那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 很多不直觉的东西 你真的平常不会去想 但是我们希望 在这门课 大家去思考 所以比方说像城市品质 大家都知道在写出好的城市 那是什么叫好 对 对 那我们要去探索 那要去反省 好 那这边呢 既然刚才讲到什么是好 那所以 这边呢 就栽入一个 这边有个link 你可以去点一下 那这link呢 就是一个很有趣 就是讲说这个 我们 你可能有听过 马斯洛不是有个什么 有个马斯洛一个金字塔 然后呢 这个工程师呢 他之前在Uber 我忘记他现在在哪里工作 他之前在Uber工作 那他就说呢 好的城市码 应该要符合 一样也是这个金字塔 那最低层次的是正确 其实 其实这也是台湾工程师的 普遍的悲剧 其实台湾工程师很多时候 没有谈判的这个筹码 就是因为 叫你写出一个正确城市码 就很难写 就是 可能今天会动 明天不会动 有考虑到编辑机状况 那修考虑城市码之后 主体城市还是正确吧 光这件事就很困难 但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我们今天 这么可能锁定的 目标是高一点 就是除了正确以外 还有更加什么 安全 各式各样的输入条件攻击 这样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运作 然后呢 我能不能写出一个好阅读 好回忆的城市码 然后在这上呢 是Elegant 就是我能不能够做一个美 简洁清晰的解决问题 好 像你看 你以前在那个 资料结构啊 演算法的书籍 他就美 你看哇 你去看他其实城市码真正的 这城市码很短 但是呢 可以巧妙的运作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在西元上呢 你可以透过recursive 用地轨 可以做出很精简的城市码 但是呢 依然可以正确的运作 像这样的就是Elegant 那除了这些Elegant以外呢 我们最高境界是什么 利他 就是说我今天做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让别人去重用 作为一个应用城市的框架 通过开放原始码 自由软体的形式去 广泛的遍布 那其实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事 好 那接着 听了一阵子你会 应该有点嗨了吧 对不对 对不起啊 直接跟你讲事实啊 事实就是说 其实我到今天为止还是不知道怎么教书 就是 这蛮困难 所以呢 有些学生就说我不会教书 对我就不会教书 因为我的技能就两个吧 一个叫做 讲鼓跟骂学生 这是我两个最会的 所以呢 讲鼓呢就是上课呢 有时候 有时候上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讲鼓 我也会讲什么鼓呢 很难讲啊 反正就是 吸血来潮就会跟你讲了 比方说像我现在直播 那我直播所在的地方是在成功大学资金工程系 那以前是电机工程系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台湾 CPU Intel相容的CPU 就是在这边做的 对就是 就是我现在做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发展 台湾第一颗 Intel相容的CPU 你可以去查一下 查 查联电 然后联电X86这个词去查 那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 这个是很神奇的 你看就是说 90年代 台湾人 有什么 做出跟Intel相容度很高的CPU 而且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 相容的CPU呢 他的时迈呢 还比Intel 某些低价的产品来得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 我认为是很值得讲 但因为很多人忽略 所以我就特别去讲 所以我上课有时候就讲这个 讲这个 而且发展的老师其住在这边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趣嘛 然后 然后再来是 马学生马 马学生就是 你去面对自己嘛 比如说我就问你说 诶 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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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那说明一下课程怎么进行 这可能最有兴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有课程 有很多地方都有录影 那 诶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 给大家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录影 就是 我们尽可能让一半 就每周有 尽可能看有办法做到 一半都有录影 目前是接近而已 但是我希望提高更多比例 所以既然很多教材都有提供录影 所以我希望呢 如果有实体互动 我们实体互动的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会从3月3号开始 那我们前两周 注意到 我们2月18号是第一次上课 第一次上课是线上 第二次上课还是线上 但是第三次就是实体 在教室上 教室上课 那我们就希望呢 在教室呢 花更多时间在互动 互动就是 表现要问你 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 那既然呢 这个有很多教材呢 都事先录影好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你对 不要回去看 那就回去看 那我不会说这个叫翻转教育 我不懂什么叫翻转 我只懂说你不够强 我告诉你不够强 那当然有些同学会有点不开心嘛 就是当众被提醒说自己不够强 但是想想看 你在学生时代被提出来 总比工作了十几年 或是哪一天被人家说 你连这么基本东西都不会 亏你还是某某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觉得哪个比较严重 那我认为说 后面那个比较严重 那其实在那个 在学生时阶段 应该是多了解自己哪里不足 才有办法去做补强 或是做必要的判断 好 那特别讲一下 就是 这个我教书呢 真的不是为了什么理想 我只是想要让我缴的 身为一个纳税 我希望我缴的钱 是有点用的 那我缴的钱 如果投资在什么 投资在 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学生们 那我觉得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说我缴的钱呢 对学生的专业培养没什么帮助啊 这些人毕业之后 又不会缴更多的税啊 然后不会对这个国家 有更大的正面影响呢 那我干嘛 对不对 我干嘛缴这个钱 对不对 所以我的下马很自私 好 那这一道呢 我们在这本课呢 写作业才是主题 你看 我已经陪我女儿 在写程式作业了 你看 因为我女儿都要写程式作业好 我女儿现在也会按那个Ctrl W 你可以在中半期 按按看Ctrl W 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个 你看我女儿两岁可以要求 叫她按Ctrl W 她也可以按下去 那各位二十岁 或是更大的年纪 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的 都可以去充分的阅读 指定的教材 然后课堂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做重点提示 互动 然后聊聊八卦 讲讲故事 然后当然你要去写这个指定作业 才会把参与讨论 好 不是你的学历没用 对吧 就是 不是学历没用 是你的学历可能没那么好用 那 呃 我们希望呢大家 我不想讲 讲什么那个励志的故事 然后只是希望大家去想 就是 你到底能做什么 那你的目标 你到底有没有去执行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希望呢 在这门课呢可以上满18周 那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 就是实际上我们只能从3月3号才开始实体的课程 但是 我们现在先提早两周 让大家做预习 那当然 呃成功大学的学生 就是选举这门课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不太公平啊 说 呃我没有被通知到这件事 所以注意到呢 为了评分的公平呢 我们打分数会从3月3号才开始打 也就是说我们这门课从2月18号正式就开始了 所以不然说教材啦 水档测验啦 作业都开始指拍 但是呢 评分是从3月3号才开始评分 在这之前表现当做一个预先练习 好 然后 好 那 这个是老生常谈的 但我还是要讲 就是 做一件事啊 其实 心不心呢其实还好啦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能不能做好 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很无聊的话 但是想想真的很难 你看 人类煮饭呢 煮了十几年 把饭煮的好吃 真的还是很大的艺术 你看 右边的是什么 所谓的什么十倍数公平是 你说我 我原本有十只手指头 然后开始带着这些东西 哎呦 我变成什么 我变成十倍数的开发了吗 屁 对不对 没有啊对不对 你注意看上面怎么算 这上面每一只不就五只手指头吗 所以其实呢 你是从十只手指头 变成五十只手指头 对不对 没有到十倍 好 然后呢再来是 就算带着这个手指头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产出 对不对 你还是要踏实的把事做好 你会觉得右边图很荒谬 但是你想想看 很多时候 你跟我 很可能都在做这种事 对不对 就是自以为说 呃 掌握一些诀窍的啊 可以多学一点啊 多是 走马看话 看很多东西 但最后中掌握的东西 还不如一只手指头 扎扎死的按下去 好 那就像刚才提到的 我们从 希望可以上满十八周 好 然后我们就从二月十八号 一直到六月十六号 每周二下午的五点十分到六点 好 然后呢在三月三号开始呢 就是我们有十起的课程 好 在成功大学资金工程系 新管 不要走错地方了 新管 就比较高的那个新管 然后二楼走到底 右转 那呃 二月十八号跟二月二十五号呢 请在家学习 在家学习的话就是 还是可以完成随堂测验的 就是说 反正就是你到二月十八号的下午 五点十分的时候呢 请你打开 呃 指定的网页 那你把那个网页 网页刷新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随堂测验 随堂测验那些材料 那你就跟着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材料 然后呢 这个晚一点的时候 你再重新刷一次 刷一次呢 就看到什么随堂测验 那呃 那一样我们讲过了 三月三号才开始评分 所以在三月三号之前 你可以当练习 因为他不列入评分 但是请你还是要去做练习 因为我们后面很多作业 都是都是相关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事先去预约这个office hour 那一样就是在facebook发讯息 发给我就可以 或者来直接到我的这个 呃 直接到我的研究室 好 那我们评分法 就分四个层面来评分 就是有包含说 课堂的测验 就是每周都有测验 然后选出最高分的八次 那通常呢 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哦 附带一提啊 就是自从这样子规划之后呢 我就没有当过学生了 因为时间到 就会有人自己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我 因为这种 因为有随堂测验 所以导致说我就不需要当学生了 因为学生自己会 知道该该怎么处理 好 那而且呢 你可以反复申请补考 考得到你开心为止 在6月9号之前都可以 然后呢 你的作业呢 个人作业要占百分之25 然后我们也会有分组的 分组的专题跟报告 然后这占百分之25 然后呢 学期末的话 会有个自我的评量 我们将会来带着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一些比较特别的议题 如果说呢 你对开放原始码的贡献 注意到的 不是你把Github上的东西 呃 把程式码放Github上 就是说open source 不是啊 那其实要看有没有用 所以你要告诉我 你对什么专业做贡献啊 比方说你贡献的GCC 贡献的Linxc 哇 好棒 所以直接给你加总分是加30分 所以加30分 你可能就不用来了 呃 应该说你又来不来 我就管你啊 因为你已经很大突破了 好 那这边是这个 上过这门课的 校友 的分享 那这个东儒呢 他一开始是 成达数学系 到处紧密毕业的 然后 好不容易考到成达电通所 后来发现 哇 他教这个学校学的东西 比较特别 跟 产业要的不太一样 因为 这不是他的错啦 也不是他指导教授的错嘛 就是一个 就是他选择 比较特别的东西 那总之呢 他的这个 在研究所学的东西 比较 跟指导在台湾 比较 不好运用 所以怎么办呢 他服梯待遇的时候 来听我这段课 然后呢 结果上这个课呢 就做一点东西 然后刚好呢 刚好是联发科要的 所以他回来到联发科 那到联发科之后呢 后来发现 好像有一个 师科刚好开一个薪水 好像多很多的 所以他就过去了 那他在做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 Sysco里面 Datacenter Switch的软体 好 然后呢 再一个校友是这个 郭志娟同学 也不是叫同学啦 毕业9 那就是说 他是从我们 成功大学大学部到研究所 受班 那他现在在Google工作 那在Google之前呢 他在Mozziah 台湾单单工程师开发 FirefoxOS 跟浏览器的开发 好 那周康里同学呢 他是在Microsoft工作 然后在之前 是在阿里巴巴集团 好 那课程材料是这样 就是说 这边点进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 课程进度 那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的课程进度是会变的 就会依据 同学们学习的状况啦 依据 当下 一些新的材料 所以更新 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 你每周二下 都按 就是浏览器呢 就按一下更新 每周下午五点 每周下午三点 就按一下更新 然后在这个礼拜的话 我们还有个讨论区 你可以点进去 在讨论区的话呢 就 我希望 希望我 行有余力 行有余力可以 可以 可以分享一些资讯啊 然后呢 如果你需要的话 也可以干嘛 也可以 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啊 这个编译的时候会失败啊 对吧 有必要打开这个 遇到 遇到警告就认为错误吗 对 有必要害怕吗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吗 按照一下 对不对 就是我 我为什么要怕 别人去警告呢 勇敢面对他修正问题 好 提交ProlyQuest 对 所以我给你一些勉励 然后 反正就是说 你可以做相关的讨论了 那我觉得这个讨论很重要 因为 不要叫我叔叔嘛 对 那这个讨论其实重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 因为说真的 工程师真正需要 真的需要 在电脑前面写程式的时间 不多的 所以 这个 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 其实很多资深工程师 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 花很多时间是要干嘛 制定需求 花很多时间厘清需求 花很多时间知道 现有的架构设计是怎样 其实 应该有一半的时间 是要沟通的 所以真的在你实作呢 真的敲程式码 大概就三成 四成 这算多了 有人比例可能更低 尤其 台湾风格工程师 其实 要忙碌一些事 你懂吗 要做一些该做的一些 要演一些必要的戏 那所以呢 就是台湾 台湾风格工程师 可能只有一成的时间 在写程式 你说九成要做 该做的客户支持 也要演戏给老板看 安抚什么的 那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花时间的上面 就是 在这种讨论上 那真的也不要怕丢脸 那如果你真的怕丢脸 你再注册个账号回复 好吗 就类似的 那所以希望呢 你可以善用这个讨论区 那应该有蛮多 讨论的机会 我希望我尽可能有空回答你 然后再来是你会好奇说 我们那录影放在哪里 那我们的录影 目前的分类还不是很好 所以 现阶段的话 就是可能要麻烦你自己查一下 就是 我们会放在这个 YouTube的圈谷上 那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之前有些录影 那 像这些东西 那就是尽管一些录影 那在录影的话 原则上都是 大部分都是直播 然后在剪辑 所以 它的那些步骤可能 就是节奏可能 比较慢 你可以用两倍数播放 来参照 好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教科书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请你要购买教科书 那这个教科书呢 我们用的是这一本 就是由卡内基美容大学教授所编撰的 这叫做 Computer System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说写叫CSAPP 那在CSAPP呢 这本书很经典 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是 计算机概论的书 对 它是 卡内基美容大学计算机概论的书 但是 它的涵盖其实是很广泛的 它其实对这个 专业科目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强烈建议你等一下去 买这本 可以加深你在专业上的学习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 我们刚才探讨的就是 我的教科书 还有包含说一些 说明 那 说明的尾端呢 想要跟大家 思考一下 这是我一个朋友说的 那他就讲说 梦想到底是什么 梦想跟白日梦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 很多时候梦想不去执行 永远都是 白日梦 当然有一天 你会 因为运气关系 真的就变成是 梦想真的实现 但是多数的时候 你是要去有一个策略 然后步步为引 但其实这个很重要 然后 下面的话是 我的一个感叹 我不是说代工不好 而是说我们要想 就是当然像台积电的代工 就是很优秀的 就是他做的几乎 没有其他厂商 可以做这么好的境界 好 但是呢 就是 但是扣掉这种 台积电这种 代工的案例以外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代工呢 是怎样 是 呃 是仿造来的 比代工更惨的 像是仿造啦 其实仿造来的一些辛苦钱 然后再 呃 可能可以在左右脸色 炫耀浮夸 但是 这说真的 这个对我们国家的这个 科学研究 基本的建设 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了 好 那我希望呢 呃 我们作为 国立大学老师 其实责任就是 当然 当然这个责任没那么大 但是应该要自身其中 就是想这一条 就是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 呃 根本 国家根本的研究 能够发展起来 好 好 那最后提醒大家 就是 呃 你可以选修旁听的课程 好 然后 呃 我们线上参与方式很简单 就是 你就打开我们的教材看看 就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 好 然后 但是呢 写作业呢 是主题 所以大家写作业 写作业 你不写作业 我没办法跟你互动 反过来说 你写作业就可以互动 不管你有没有选这么的课 我就会帮你互动 好 那顺便讲一个 呃 很残酷的事实 呃 因为 某些制度的 规定限制 我一个月只能给助教3000块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我们给学生的 薪水 助教的薪水 一个月只有3000块 好 所以我 我们的助教一个月 我只能给他3000块 那其他的钱 我要拿别的经费来 来做好 所以意味着说 他不是只做助教事情 所以 学生 作为我的助教 他一个月只能拿3000块 好 那所以呢 那我不能叫我的助教去改作业 我不能叫我的助教去改考卷 好 我不能叫我的助教去备课 好 因为我认为说这是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的助教只帮我做开教室 好 然后开空调 然后做发信件通知 好 然后去统计成绩 好 还有借一些教材 然后整理这个教室 好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因为这些限制呢 导致说改作业 改考卷 好 还有一些必要的一些教材 撰写 基本上都是我在做 好 所以 所以 每次开放这个旁听啊 跟选秀 其实对我压力都很大 就是说 这个这个什么 到底有多少 教室里面多少学生 是真的有参与的 我讲的参与就是写作业 对 不要怀疑 不是选秀 好 就是 但是对我来讲 真的有在写作业 真的有跟我互动 才是有学习到的 所以 请你 做好这样的准备 然后就来寻秀或者旁听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呢 你 你考虑一下 但是你要中途退选也没关系 我们这门课有个好处 就是 就算你退选还是可以学到一点点皮毛 所以我觉得这门课 好的地方是这个 因为你退选之后 还可以自己 自己去 下载教材自己慢慢看嘛 对 好 那接着我们来开始来讲这个 我们的 课程 的进度表 进度表 好 那我们的课程进度表呢 在这边 注意到我们的这个英文 我们这门课的英文叫做 Linus Kernel Internals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设计呢 其实讲的是那个设计的那个概念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刚刚看到那个Facebook讨论区 请在这边参考 好 然后 然后 呃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这门课呢 这个 这个 课程进度呢 其实会变好 所以 所以 尽管看起来我还能列了18周 但是就是 反正内容一定会改 依据这个大家学习的状况 会一些变动 所以 你需要 每周二下午 就是把这浏览器呢 重新整理一次 好 那我们刚才的探讨就是个程的这个注意需知 好 那这个 呃 之后呢也会 我们直播 直播结束之后那个YouTube会 会自动吧 会自动变成 变成录影 然后之后 助教会帮我剪接影片 对忘了讲 这个助教领助教费还有 还有剪接影片 所以助教其实光做这件事就很累了 刚刚把那些杂事做完就很累了 所以 真的不能叫助教来 改考卷 也不能叫助教来改作业 所以都只能我做 好 然后呢这个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届一些学生的一些心得 比方说像这个张嘉良同学 你可以教他看一下 好 那 他就是 大学部在成大 然后 研究所在教大 那他就 也做了蛮多比赛了 然后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有开始有些开放原始码的一些贡献 然后他做的这个参与的计划呢 就更是 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作业系统叫 恩贝的 这个 恩贝的 恩贝的是昂这家公司 所大力投入的这个 一个开放原始码的作业系统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个 他的投入啊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 所以这个是自我评分 上面看到他百分之百自我评分 就是他的 就大分时间都投入 所以他 像他大赛的时候来 第一次上我的课 然后大赛的时候呢 因为已经什么 已经研究所推增过了嘛 所以 所以这个他就更 挖更多心思在这上面 所以你看他都给自己十七分 的确 花很多时间探索 然后这个 陈明天同学 那你可以看 他就是 他是在大赛的时候来 来选秀的 那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很诚实嘛 好 那所以 我不是每个都会需要这么多的投入 你要斟酌一下 那就是跟你的投入关有关 好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最终的那个分组的报告 会长什么样 所以我们对大家要求的很简单 我们分组报告呢 应该做到什么事呢 比方说你看 标题叫什么 就是onlinux 好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理想的报告是这样 就是 你打什么主题呢 就出现在哪里 你打onlinux 就出现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另外一个主题叫xyz 你没听过 没关系 总之呢 就是我们理想帐就是什么呢 理想帐就是 好xyz 就出现 对不对 所以打什么就出现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报告呢 有个作用型叫microclinux 注意到不念UC microclinux 又出现我们来 然后呢有个作用系统叫freeatos 就是 现在是AWS收购的一个作用系统 然后又出现了 但是前面有这个 就打在那边讨厌的话 所以希望把那个 有一天我们把排名拉上去 所以就是我对学生要求很简单 就做到 人在做 Google在看 GitHub在看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对学生要求是很低 就做到 让 不要说每个人都看得到 让Google搜寻 就会看到 所以呢 我们学生应该做到说 在毕业之前 就给未来的主管 给未来的同事 看到你的存在 对吧 这么简单的东西 所以 好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学生的这个报告 好比方说这个onliness 好 那你们看到卷轴 好 我对学生要求很低 就是做到这样的等级嘛 对不对 就是 也没说叫你要写什么论文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没多少页 就是这么大 因为字体比较大 所以要选比较久 所以你可能 你字体弄小一点也许就比较快 所以你们想一下 像我这边在引导学院 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比方说onlinus 顾名是什么 就是linus执行在on的架构上 那你说我们在意什么 我们在意东西就是 理论 跟实作 有没有贯彻 所以呢 你看 这是那个2015年 同学的这个报告 注意到有些连结已经错误了 如果你知道哪些错误 就顺手修一下 那我们一开始交代说这个 环境怎么不建构了 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能不能对 运作在on架构上面的linus 做它做量化 量化什么 还记得刚刚不是讲content speech 量化那些什么 檔案系统的时间 量化那些process的建立时间 像说你以前学 在孔文书学习作业系统的时候 你会学到 建立process的成本 比建立threader来的大 那你就几乎是当个什么 当做个定理把它背下来 可是你光学 可是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这件事 你读作业系统的教科书 不管你读哪一本 那比方说你读孔文书来讲 你会得到一个结论 建立process成本 是比建立threader来的大 建立一个执行器来的大 这叫定性分析 但是我们一样的是定量分析 你说成时间比较久 久多少 建立threader要花多少时间 建立process多少时间 关我屁事 你如果永远都是这样想的话 那电脑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永远就只能去刷卡 买新的手机 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做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资讯系统 有你跟我的存在 就这么简单吧 我们要做大事 没有办法赚大钱 但是要做大事 做大事就是从这边开始做的 所以这个地方量化 就是引导大家 除了这以外还有系统部教 我们要能够测量 所以注意到呢 在这份共鸣呢 在这个之前 这个2015年的同学报告 其实在测量 那我们之后呢 就会带着大家引导 因为我们已经测量过了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引导 你怎么去缩减 像是什么系统部教的成本啊 怎么去降低这些 资讯序的开销啊 诸如此类的 或者说像刚刚前讲 me-me-look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记忆管理器 我怎么去做到 有效的执行 甚至能够去突破 去改善它 好 那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 就是去找 哎呦 它其实有理论的 大家还记得 这个底下是吧 是有论文的 对不对 所以要读书啊 那去读论文啊 然后读完论文不够 还要去做实验 所以什么叫做 读懂论文 读懂论文 其实很难啊 像我对学生要求很低的 我去一个学生之后 叫学生读一篇论文 有时候我一年之后 叫学生读一篇论文 但是呢 你读那个论文 读懂是怎样 是你不要给我做powerpoint 我不想要看这个 你就给我把里面的环境 重新识做一次 然后呢 什么叫读懂 读懂就是 你可以把那个论文撕掉了 你可以丢掉了 因为你完全都在你脑袋里 所以你可以时时刻跟我讲 那篇论文讲了什么事 我不是这样背下来 但是 要做到相似的效果 我没有这样背 但是 里面讲什么 至少我问你 他能够答得出来 甚至你要告诉我 里面的实验你重做了吗 所以你知道 你要花一个学习 甚至花一年 去读一篇论文 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真的 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很低调 所以就是 有人在网上写说 哎呀 这个什么某某某的要求很高 屁啊 我的要求那么低 我只要求学生做出来的报告 Google搜寻随便找得到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是说 你看这上面还会探讨什么 像CashFundMe 这种OK 然后呢 那你对标准要求学生的电话 然后呢 甚至可以很酷 这个文章中也会跟一些科技公司的主管 去交流 所以呢 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报告 要被人家看得到 因为 就会有行家 指出你哪里不好 指出你哪里不足 指出你哪里棒 对 这重要 好 那这也是 我们现在 21世纪的学习方式 因为不能埋头苦干 你一定要跟别人互动 一定要跟别人合作 工程师跟hacker 差别在这里 你会看到电影上 电影会去彰显那种 英雄主义的hacker 但是想想想 多半他们不是工程师 工程师很多时候 我不希望每个都那么神奇 打个键盘 然后突然就什么 突然那个 整个地球就免于被爆炸了 这个 键盘打一打 这个什么hacker 这个什么 恐怖攻击就停止了 多半时候不是这样 多半是扎扎实实的 稳扎稳打的 而且 可以 成果可以累积 风险可以评估 这其实是工程 所以 这类似的方法 手段 要能够经得起考验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这个 我们的这个报告 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预期呢 就是专题 大概就做这样 所以这些 要求没那么高的 好 然后呢再来是 我们有这个linus 核心设计的讲座 我们刚才有给大家看 我们的youtube的录影 那如果说你 就是 其实你应该搭配看这个 就是我们这边有相关的 这个 比方说相关的现场讲座 然后呢 像这个linus核心 注意到这个是有月份 所以有些讲座有可能过一段时间 会重录 所以就是讲他的那个 时间点 所以你看的时候 要顺便看一下时间点 有些时间点比较早的 比方说这一份录影是 这一份录影是2016年 然后在2019年 又重录了 然后所以比方说 像这边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去 你可以先去做一些预期 那这边的话就是 有 录影 然后有底下有些 解说 然后对表情就解说 解说就是这么长 好 而且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好的地方是说 你不要只看这一页的内容 如果可以的话 时间许可的话 把里面的连结都拿来点一点 对对表情就拿来 连结都给他点一点 就看一下 那我点这个连结的时候 可能会顺便点到其他连结 怎么办 就看下去吧 不要问我 就把它看下去 那就像这种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 教材所涵盖的 那当然 我们最终呢 要涵盖的内容 其实比 就是 目前 画面中看到这些 其实还不够 在我的规划还不够涵盖 那但是大概的东西 你可以懂 就是说 比方说怎么去建构一个实验环境 比方说透过这个 eBPF 这个工具 怎么去观察 做一些行为 观察行为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看原始城市 一定要动手 就是 不是动手coding 你只是手忙脚断不是 很多时候是 去设计实验 设计之内 然后反省 甚至是通过一些刚刚讲过的一些 激励统计的 还有些你的实验方法去 去反思 然后呢 再来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的话 有帮助系统呼叫啦 还有帮助这个process process呢 很多时候你就是 这就是一个执行单元 不是 它东西可多啦 而且这个地方我最近想要重录 就是 你们看到这个 你们看到这个公笔内容 哇 甜的狗屁呀 那因为要考虑议期太多了 就是 比方说 你现在在什么样的 在user mode 在kno mode 然后呢 还涉及到这个 3D model 这个7D 就是这个process要管的 然后再来是排程 所谓schedule 那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尽可能呢 是用台湾 本地 本地的科技术语 那 这也是我希望可以坚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三十几年前 我们那些科技的前辈 其实不是三十年 应该是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呢 这个1970代呢 台湾的科技的前辈们 就把这些作业系统 然后把这些电脑架构啊 这些都发展一些必要的术语 所以我们尽可能用1970代就开始 1970 1980 1990代 这是台湾这些资讯科技的前辈们 所发展的术语 所以你在看这些共笔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 诶 有些词汇好像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你Google搜索很容易 找到对岸的词汇 但对岸词汇很多时候是 差不多十八年前 十五年前才开始发展的词汇 但是注意到 我们的前辈们 我们台湾科技的前辈们 四十年前发展 有四十年前可以追踪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追踪 你去看四十五年代冒出来的 怪怪的翻译法 所以我希望 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 咨询科技的词汇可以延续 那我不是说 台湾的那些词汇 就一定是好的 台湾的这些文化就一定是好的 而是说 这是一些基本的尊重 你将心比心 你也会希望说 如果你真的发展一些东西出来 你的后辈们 也沿用你的成果 应该也会希望这件事 那当然 你要应替自己 比方说 像在台湾我们讲新城 对不对 到对岸的时候 去赚对岸的钱 我就变进城 对 你懂了 然后我就不要卷球 就卷球 这叫生存 这叫尊重 这个是两件事 好 然后再来说这以外的话 就是像记忆体管理的 展览系统的 中段处理 台湾 然后同步机制 那同步机制 你可以看到说 同步机制 我们就探讨了三个 而且三个里面呢 有录影 这个录影里面 基本上都是三个小时的录影 所以我们几乎花了十个小时 将近十个小时 应该不止吧 我看一下 应该是 对啦 就是差不多是 将近十个小时 将近十个小时 在探讨这个同步机制 但是其实真的要算的话 这个也算同步机制 所以我们大概花了 将近十二个小时 在探讨这个 探讨这个同步处理 那当然注意到 那是十二个小时是我讲的 那你在理解的过程度 可能需要再稍微多一点时间 13个小时 14个小时或多一点 那再来是说 我们又花一点心思 去探讨这个像 即时处理 那主要是跟我的背景有关 因为我过去 过去几年 有帮一些台湾的科技公司解决 解决这种 即时处理 帮机器人 自动化工厂的一些议题 好 所以其你呢 就是 这边呢 你可以 亮丽尾尾尾 先看一看 因为毕竟这个是 后面都会再提到 后面还会提到这些东西 但注意到一件事 你不能只看 名字叫做 Linux核心设计的讲座来看 请你不要这样子 因为这上面还有一些 相关线上讲座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最好是相关也是没有办法看 那你说 这要看多久时间 不要太害怕了 其实没有多少时间 对不对 就是 你懂 对不对 就是 我们 我们有一些 有些 就是 就是说 其实它不会 就是 像这样子 去慢慢看 有些讲座 那其实很多时候 你最好是先建立一个 基础认知就可以 就是说 其实你 你一开始可以先用 那个 比较不精准的走马看话 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 毕竟很多东西都是 嵌乙法动前生的 比方说 你在 阅读的过程中才发现 发现说 你对某些语法 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可能要交叉看 交叉看 那个西元的 西元的 成设计 那你就可能需要 看这个共笔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 预先录制好的教材 你们看到这边有打 打这个铃铛的 有这个 有这个铃铛的这个画面 有这个铃铛的这个链接 就表示什么 表示里面有 录影 就是教你怎么录影 教你怎么安装 安装这个 Windows Ubuntu Windows 然后双系统 那这边是 因为我们会大量用到 Hack&D 这个共笔 所以这边有教学 然后呢 我们也会大量用到 Git 所以你需要熟悉 语 语 这么帅 好 就是我们会大量用到 这个 对啊 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系统的问题 你就 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真的 遇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用到讨论区 就上面问一下 所以上面 我也有录影 这边就是一些教学录影 就是 这个时间都很短 大概就是可能半小时之类的 所以去讲 不要被吓到了 就是其实你要花时间 没那么多 刚好从现在开始看 看到开学 刚好会看完 就是我们大会把他算过 反正你就是在家 如果暂时没什么事的话 就是一天呢 播一点时间 开始看这些说明 把不同东西把它记下来 然后做一点练习 看到开学呢 刚好会没有完 好 然后呢 所以呢这个 我讲的开学是成大开学 3月2号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一样 这里有什么 也有教训影片 那请你慢慢看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请你 所以注意到 你说我们课程没有录影 有啊 这不叫录影吗 有 好 那请你自主学习 那当然你说 过程中有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 讨论区 好 然后再次呢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这门课的教科书呢 是这个 注意到我们教科书 为什么不是用名字 叫做Linus的 注意到 因为名字呢 有Linus的很多书呢 其实它的品质落差很大 有的书呢 的确是很好 但是它太旧 那有些书呢 是很新 但是它内容一堆错 那与其呢在 内容很好 但是很旧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内容很新 但是一堆错误 与其在这两个极端那边摇摆 还不如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 强调基础观念 所以csap 我们就挑选了这本 那如果说 你要怎么买呢 这边有个连结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个天龙的 天龙图书 去买 然后注意到 我们没有 没有提供待定服务 所以请你要自己买 因为 我原本有想过 要帮同学待定 因为我帮同学待定 我会比较便宜 但是 因为我们的开学时间往后延 而且 我不确定 发货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 这学期没有提供待定服务 所以请你一定要自己买 但是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天龙 那个老板蛮好的 可以跟你沟通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现阶段还拿不到书的话 怎么办呢 不要难过 你可以我们有帮你做贡笔 那贡笔的话就是 有一些重点提示 没有看到重点提示 就是把它里面的内容 而且我们要做导读 所以你可以去看 我们通常导读都是一些短片 或是一些短文 看你最短文的定义 像这样的话我们叫短文 像这篇叫做解读计算机编码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短文 短文 短文大概就是 可能一万两万字的叫短文 这字数不多 这差不多一万字而已 其实字数不多 这个叫短文 那你说什么叫长文章 长文章就是 如果你要卷 可能卷几分钟叫长文 那我们原本上都是 大部分都是短文 导读的时候就是短文 好 然后再来是这些相关的材料 然后 对 这边也有录影 所以这课堂也有录影 所以注意点 我们这本课 其实大部分教材是有录影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 可以先让学习 好 然后呢 这个 你可以先走马看的话 瞄一下 所以注意到 其实你第一周要做很多 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走马看 把这个相关材料先瞄一下 因为我们先把它列出来 那么在后续 其实才会再重新探讨 因为我们后续就是会标重点 然后搭配一个 搭配作业 搭配水辆测验 好 那注意到水辆测验的话 在2月18号下午5点的时候 请你重新刷新这个页面 那就会看到一个什么 看到一个题目 然后还会有一个作答表单 作答表单 长得像这样子 注意到不是这一次的 就是像这样 你就是填写一下 那如果你有选秀这本课的话 就填你的学号 注意到你有选秀才填 然后没有选秀的话 你就填一个旁听 知识谁这种话 那也就是照着给定的题目去作答 基本上都是选择题 而且按完答案之后 就可以这个系统就告诉你说 我们建议的参考答案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刚刚有提到这个 软体确实带来危害 请工程同学 因为毕竟各位以后是会投入这个产业 其实真的要抱持这个想法 就是你我都是做大事 虽然没办法赚大钱 但是要做大事 做大事很简单 就是什么 做大事讲起来很简单 就是你开发出来软体 可以让你身边的人 让不认识的人 让千千万万的人 每天都可以用 这叫大事嘛 那这件事说起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需要很大的责任感 很大的自我的精进 当然你就要了解说 如果这件事没做好的代价是什么 你要想这件事 工程师杀人 是怎么杀人 就是软体洗烂 杀人是随机杀人 觉得比什么症结 比什么电锯杀人 杀的人多的是 你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里面因为软体确实杀的人 的确是比症结杀的人多太多了 而且这些问题如果不克服的话 还会有类似的问题继续冒出来 然后刚刚提到计算机密码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帮你画一下重点 这是短文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重不重点 你就一下就瞄完了 那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讲的是编码 编码 就是说电脑呢 其实只知道0个1 所以那个加减乘除 还有说我们在数学上所定义的那些 所表示的东西 在电脑来讲其实都会有落差 所以你为什么会有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为什么是Compute Science必修 因为电脑本质上它就离散了 可是人类呢 人类的一些感知 人类认知很多时候 人类的直觉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连续的 所以我要把这连续的系统 把它对应到离散系统 一定会有些落差 所以离散数学花很大心思去讲 讲这些议题 然后呢 很多东西一开始都是直觉来的 比方说数 有正号负号 有正数呢 有负数呢 有分数啦 有小数啦这种 所以一开始人们呢 最电脑的人就是怎样 就是 就凭直觉设计 就像第一台电脑 就是那个ANIAC ANIAC呢 是第一台自动化的那个电子计算机 最大电子计算机 ANIAC不是第一台 其实德国那个D3是第一台 但是如果是可自动化的 可以去控制的 可以去照特定的那个路径执行 然后测定的那个方程式执行的话 ANIAC是第一台 那ANIAC呢 它是几进位的系统 它是十进位 不是二进位 而是十进位的系统 为什么 它就是平直觉做的 而且贵酷的地方是什么 ANIAC可以处理复点数 要注意到 在后来的电脑有很多呢 不只是二进位 而且是不能处理复点数 其实后来有很多台电脑 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复点数 但是呢第一台电脑是十进位 而且可以处理复点数 为什么 因为直观的需求 后来能不能发现什么 这样的直观需求呢 很多问题 所以这台讲话就是探讨说 这样的话电路设计很复杂 所以你要注意到 那个 这个直观设计的东西 的确用在哪里 阿波罗11号 KUBA 所以这东西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它的问题是很明显的 这种很直觉的设计呢 其实怎样 电路设计很复杂 要阶位 要把人类计算的那些什么 计算的阶位 阶位这种都带进来 而且0呢 表示不为1 你用前面的0跟1 表示正符号 就会导致这个 有正0跟-0 然后后来就有1补数系统 那1补数系统的好处就是很明显 就是说电路的复杂度 就大幅缩减了 但是它还是有 所以电路设计就简单很多 所以你们只要考虑到什么 只要考虑到carry 你不用考虑到什么阶位那种处理 但是呢 它一样还是有正0-0 然后后来呢 就会有 2补数 然后你看到2补数的话 我们探讨的时候 就会把那个 数论 就盖过来 还有把说那个 呃 磨算数 就是modulus modulus的那个arithematic 就是把它带进来 然后接着你会发现 诶 这个东西不就是以前在学离散数学有接触到的 对 不要怀疑 然后呢 开始讲一些什么敬畏的啊什么的 然后呢 如果你中间慢慢把它看完之后呢 你会看到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呃 然后还有阿贝尔群 就是对标怀疑就是那种素人的 那你读完之后就会比较懂 就是我们都什么 花那么多时间 讲这个 然后而且这个东西跟资讯安全有什么关系呢 还记得刚才不是有一个abs吧 对 这个 abs 好 那这个东西呢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的确可以始作出 不需要分支的 什么叫分支 分支这个 这个有if else 就是什么分支的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刚才 一开始在简报里面 就刚才那个课程说明的时候看到这个 好 那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执行那个周期 这个CPU那个执行周期呢 是 就是 我们这边有探讨啊 就是去计算 计算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周期呢 比方说一样的 Codex M4的话呢 是三个CPU周期 所以他是长输时间 也就是说 我不管我的输入是正的 输入是负的 不管他真的还是负的也好 都是什么 都是三个周期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他还可以用在一些 一些 一些 实作的基础 像这个东西呢 你看到 找出两个数 A跟B 两个数最小值 其实我也可以用到 不需要分支的 叫branchless 那你想 这个东西 没有分支 到底有什么稿图 搞那么复杂干嘛呢 注意到这边有个影片 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可以从什么 从按别人 看听别人那个打字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啊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Site Channel Attack Site Channel Attack 在 今天 变得越越 难度越越降低了 过去呢 要从电脑 打字的声音 猜出 它的具体打什么字 需要很大量的运算 但现在运算能力都大幅强化了 而且在密码学来讲话呢 我们如果很容易就猜得出 一句不同的输入 比方说像这个 Memory Compare 如果一开始呢 我发现什么 比较长的字串 Compare时间就比较久 比较短的字串 Compare时间就怎样 比较 比较短 而且呢 如果我已经知道开头是ABC 那 比较的时间呢 大幅变短 或者说 我知道开头是ABC 比较时间就变长 我大概就知道密码是什么样 所以最大的这件事是什么 这个就是涉及到咨询安全 然后呢你看 我为了要让特定运算 比方说ABS也好 或是找出两个值的 找出比较小的那个值 我为了要做出没有分支的版本 所以呢 我们去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Overall 用到这个 二卜数的特性 所以可以做出什么 做出branchless 然后呢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个绝对值呢 你看这个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做这样东西的是什么 Not Defined 也就是说 你把有号数的最小值 输入到ABS的话呢 这个行为是怎样 未定义的行为 那 这个东西要怎么解释呢 一样 要回到什么 回到源头 要了解计算机的编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去撰写这样的一个科普文章 其实要带着大家去理解的 好 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讲 注意到 从刚才讲到现在的东西 都 就是 刚才讲到现在教台都有那个录影 所以请你 慢慢看 看到开学一定可以看得完 就看到那个 学校打开门 那个 一定是看得完 好 那接着我们要开始来探讨 这个Linked List 那Linked List 在Linux Kernel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注意到这边也有录影 所以我现在只在帮你重提示 像Linux Twas呢 在2016年 就访谈 注意到呢 这个TED呢 一般来说我们是演讲 但是Linux Twas这个人很有趣 他呢 他从2001年以后呢 基本上就不演讲了 所以多半的时候是干嘛 是作者 对不要怀疑 他就是作者 来干嘛 来接受访谈 所以呢 他跟他访谈的 这个 访谈者呢 也是大佬来头 就是TED的 TED的創办人 所以 大部分的时候你都是看到那个 TED TED上通常演讲都是看到说 这个什么 光鲜亮丽啊 或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啊 跟大家讲话 都是站着讲话 然后肢体语言 但注意到呢 在这个2016年TED的访谈有趣 Linux Twas是作者的 然后呢 就跟这个TED的创办人 就聊天 然后呢 他的访谈里面呢 很酷 他就讲说一些很基点的话 我这边摘录 他说我不是Visionary 所谓的愿景家 我是工程师 然后呢 他对那种 他对那种 用资讯科技啊 赚很多钱啊 或者用资讯科技 做很多事啊 或者 试图让人家觉得好像做很多事 他没什么意见 反正就是 他是怎样 他是他看到路见不平 拿patch来填 路见不平 拿patch来填 这个工程师的精神 然后呢 注意到 在这个访谈里面呢 讲到一个很酷的话 他的访谈里面呢 其实有讲到一件事 有讲到Linkedist 不要怀疑 所以你看 再讲一次 在这个访谈 是什么 是TED的创办人 跟Linux Twas的对话 这边有录影 可以慢慢看 也有中文的字幕 那跟很多TED演讲不同的地方是 Linux Twas的确给你看sauce call 帅吧 你想 天啊 TED的访谈不是才十几分钟 也可以给你看sauce call 最酷的地方是 还给你做call review What's funny 对不对 就是 太有趣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取什么例子呢 他说呢 原本的程式码 他说这个程式码原本只有10行 原本有10行 这10行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你大概从这个方程 大概猜得出来 就给你个link list 给你一个target 所以我给你个link list 然后给你个target 我从link list 把找特定的target 移除掉 那当然如果说 从后到尾走访了一次之后呢 这个target都不存在 那我就没有做额外的动作 所以我从后到尾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走访整个link list 把给定的那个数值 给定的节点删去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是删出给定的节点 所以你看 原本的就是走访 走访过 那就是这个 应该看得懂这场辞职码 看不懂的话 稍微想一下 那但是整件事 哪个地方是什么 我要去更新呢 假设呢 我一开头就找到什么 一开头就找到target 我该怎么办 我要改变我的head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段辞职码怎么错 没错 这段辞职码 就是符合预期的运作 可是呢 Linus Twas说 这段辞职码 没有品味 注意到他的名字叫tastic 所以就是讲品味 那说有品味的东西长什么样 哇 再看一下 你看 他说原本这个是很直觉的东西 但是他觉得这个不够好 所以呢 你看 他给你一个四行的程式码 四行的程式码 然后呢 这边的确这边在干嘛 在走法 但是呢 你们看到这个 注意到这个不要念双指标 什么叫双 双是对称的 这个要念什么 这样念指标的指标 指标在这里 那指到下一层 所以他是阶层性的 所以你不会讲说 社会底层跟社会上层叫双 不会 因为他是阶层关系 所以注意到 这样念指标的指标 如果你看西元柜柜书 他就是pointer to pointer 没有double pointer 所以如果说你对词会有疑虑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打开西元柜柜书 把你有疑虑的词敲进去 看看有没有 看看找不找得到 找得到 表示那个词存在 找不到 就是你自己幻想的 好 然后注意到呢 他用到一个什么 指标的指标来处理 所以你看 你以前只想到 我走访这个link list 需要什么 需要指标形态 但是为什么用到指标的指标呢 底下有些说明 请慢慢看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 从这个link list来讲话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封装 封装一些必要的资料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Linins Kernel的link list 预设是用circular 就是环状的 那环状的话呢 有个难地方是 比方说我要怎么侦测 一个link list有没有环状 以这个例子来讲话 你看 注意到这三 开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环状 这边就什么 到这边的时候没有环状 到这里的时候 转过来 所以这个就是有环状 头尾相接 那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些特定演算法 所以最像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过的 演算法 这边就有一个特定演算法 通常这不是太难 你就看一下 然后去看说怎么去侦测 这个 真正演算法 然后呢 那这个 事实上呢 在link list 在 在很多开放原始码的专 注意到我们在这系列课程 不管是讲C语言 讲linux kernel 讲CPU架架构 我们尽可能拿open source的 那甚至 我们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比较 比较大胆的一个计划 我们就是要做出一个 Risk 5相容的处理器 Risk 5的指令体本来就是怎样 就是开放可以存取的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呢 就尝试在 带着学生从模拟系看科 那去年有初步成果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科 soft code 就是软体的核 好 回到这里来讲话 所以注意到很多人看到link list就想 这个东西很慢 甚至有一些网友说 这个业界没有在用link list 这不是业界吗 对 这不是那个 IBM Microsoft Intel 的工程师都在用的东西 你都说业界没有 注意到 那叫偏见 好 所以注意到这边来讲话 就是linux 为什么会用到link list 在什么环境 什么场合用得到 所以请你去想一下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 像那个gdip 其实你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他在那个 很多linux的桌面 还有一些多媒体 其实都用得到 在手机里面 有些软体 用到这个g list g list 好 然后 这边的话 就讲一些什么 讲这个 讲一些link list的使用案例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有讲这个linux kernel的link list的结构 然后 那包含说我们还有一个专 这是我们成大 资讯工程系的 师生一起合作的一个专 我们叫pico rt 那pico rt很好玩 它就是做一个类似linux的 就界面跟设计上 也类似linux 那你说 那好处是什么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小 它大概只有20k 对你没有听说 20k 就是linux很大 对不对 我们就做一个超级小的 那20k的东西就可以验证 而且它就是针对那个 microcontroller 所以 运算能力很弱的 但是刚好可以跑的 类似linux的软体 那我们也在上面做这些形式外验证 我们在2018年有去发表 这个 这个pico rt的那个 相关的形式外验证 那里面也有用到这个 link list 然后再来是 还记得我们开始讲座 有提到 讲的scapability 就叫scapability不是永远都好了 在一些那个研讨会 其实就会常会有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看 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四个执行序之前 越多执行序就越快 但是悲剧是什么 超过四个执行序之后 collapse 就是这种崩塌 所以甚至你可以发现什么 八个执行序的时候 它的带来的那个改善的效益 其实是怎样 比一个执行序好一点而已 甚至在一些糟糕情况下是什么 执行序越多的时候 有可能会越慢 所以注意到呢 其实呢 人是很容易被数据操控的 就是很多时候图表是让我们 帮助我们学习 但是很多时候 人们很容易被 被操控 这就是个例子 对不对 我们在前面的简报 是画到四对不对 故意的 然后你看 这个明明他有崩塌 我故意不化 对不对 你们觉得很面熟吗 你说这不就是某某日报 这不就是媒体在干的事情 而且现在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喔 常常把数据挂在嘴巴的人 是念理工的吗 不是 就偏偏很多是第一类组的 很多是记者 一天到晚 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成长率 对不对 反而工程人员 如果你是学生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说你是 业界朋友 大概知道吗 有多少人 整天把数据挂在嘴巴 不多 他们就说 喔 OK 你OK 我OK 你OK 好不 什么我OK 你先领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 学理工人 到了这个 成为工程师之后 反而不太讲数字 只讲说 喔呦 这个修掉bug了 喔这个不会发生 不能reproduce 不关我的事 这个东西是某某人的错 你不觉得这个很不科学吗 台湾风格 好 那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对错 毕竟 毕竟 有时候就需要这种 这样的一个投入方式 这样的做事方式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 你懂吗 这个 环境上的这个期待 跟 限制考量 但是我希望呢 如果你是学生 或是说 你是一个上班族 但是愿意用下班的时间 静静自己 那真的要认真想 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蒙蔽 所以你看 像这个图呢 它就曝露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Skability不是真的好 它在四个执行序之前 的确会好 但是在超过四个执行序之后呢 它就不会好 当然也可以猜得出来 它实体上 的CPU核数 可能就是四个核 而且呢 当我 执行序的数量增加之后呢 执行序 你看 我有四个核 那如果 我有CPU的Core 有四个核 最大Core的英文呢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核心 但是Core 你也把它翻译成核心 所以我们怎么区别Core 跟Core 这两个词 很简单 我们把Core 翻译成核心 作为系统核心 然后把Core 翻译成核 不能讲核心 对不对 因为就会跟Core 重点 对吧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这边来讲 有个惯例 所以你看 如果我有四个Physical Core 所以我今天有四个Core 四个核 Physical Core 那今天有四个执行序 分配到 各自分配到什么 不同的Physical Core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throughput 就大幅提升了 因为第一个Core 可以工作 第二个Core也可以工作 第三个 第四个也可以这样工作 所以彼此 井水不犯河水 努力分工 所以得到一个漂亮的曲线 这OK 但是如果当我执行序 变成Bugger的时候 为什么反而变差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执行序跟执行序之间 摆在同一个Core 会竞争 所以在英文来讲 我证明讲什么 叫做Contention 注意到一件事 Linus 花很大力气 去解决Contention 所以在设计这个 Link List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一件事 你说什么时候 会有这个东西 我学Link List的 不就是人行无功 叫Link List的 不是 你要怎么想 你想介绍 那我要去增加节点 删除节点 寻找节点 或是把两个Link List 接起来 人行无功 接起来 那这个 过程中 我能不能透过多个执行序去执行 应该要可以 但是 Lock 对 你会上锁 Lock是有成本的 而且 Lock跟Lock之间 会不会相互影响 导致Collapse Performance Collapse 没有可能 有 而且更糟的地方 不是变慢而已 是结果是错的 而且结果呢 如果是每次都错的 还比较好 每次都错了 你就不会出货 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 随便放弃 每次都错 就没办法出货 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出货之后 在某个时间 他就坏掉了 这边举个例子 这快要 快要过那个 快要过那个 已经过保密期 就是我那个保密合约 那我十年前呢 就被抓去解决一个问题 这十年前就是这样 就是我客户的客户 是某一家知名大公司 你听过的公司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的客户 那是我客户的客户 那我的客户的客户呢 就是刚刚讲过 是一个知名公司 他做了非常多产品 有很多是硬体的 硬体的产品 那硬体的产品呢 你可能也有接触过 那总之呢 在十年前呢 我的客户的客户呢 就做了一款 电子装置 那这个电子装置 你应该用过 然后呢 那时候有个很悲剧的地方 是说 我客户的客户呢 找了很多供应商 包含说 我的客户在内的供应商 我的客户是一家晶片供应商 然后呢 也找了 我的客户的客户 就是那家大公司 我们姑且叫大公司 大公司找了 很多代工厂 大公司找了很多软体开发商 所以他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复杂的产品 卖到市场上 可是呢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发现第一批 第一批的那什么 第一批市场的那个 呃 装置 他的上网 有百分之25会失败 也就是说 他完全上不了网 那当然这不是 这是很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对不对 有百分之25是不能上网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我的客户 某一家晶片公司 设计出来的晶片是垃圾 好他们就讲的明白 就讲这个词 就很难听啊 你想得到难听的话就讲这个 好 然后呢 这关我屁事 的确不关我的事啊 对不对 就一开始不关我的事嘛 毕竟 我的客户的客户不会付我钱 我的客户才会付我钱 好 但是我的客户就跟我讲 这个听说要求求偿 求偿一个好几亿 好 我不是讲那个什么 但我自己想 求偿好几亿 所以我的客户可能会倒闭 我的客户会倒闭 然后我十年前 我的生计就靠我的客户 所以你知道问题的吗 好 再讲知道 大公司要告我的客户 那 我的客户对我来 我的生计很重要 但是我的客户可能会被告倒 因为求偿的金额是上亿 某个单位的上亿 那所以呢 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 就是我可能会迷犯吃 所以我只好 无偿的去解决 我客户的客户的问题 好 然后里面有个问题 就有点像这个 就是说 他执行序之间呢 会有竞争问题 好 那尴尬的地方是 为什么平常出不出来 因为平常资金区就只有那么多 所以 平安无事 而且某某公司 这个很好玩 就是总之呢 它是五家公司的事情 那五家公司 我有三家公司 我找出bug 就是有点像这种bug 当然不能怪他们 就是他们参考的某一段程式码 本来就有问题 就是他们基础用的 有问题 好 所以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五家里面有三家公司的东西 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就只好怎样 只好去加一些必要的程式码 所以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 那时候 我就是开会 那开完会 我的客户就跟我讲这些严重的事情 叫我要飞 然后 那天已经下午六点了 也没办法订机票 他就叫我说 呃 他就叫我说 那就明天早上飞 那可能明天早上 我要跟我的客户 你懂吗 就是谈谈 就是毕竟 额外的工作 所以 那总之呢 就是反正我们 我们实际到了 那个客户的客户的那边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就是飞机的时间很长 那 所以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到饭店的时候 是晚上十点 然后呢 那边打电话说 诶 十一点过来 十一点 十一点几 处理 那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早点开工啊 你看 我晚上十点到 我洗个澡 然后睡个觉 然后明天可能八点半 我就可以过去办公室 九点就可以过去办公室 为什么叫我 为什么叫我十一点去 后来叫靠杯 不是 就是后来办公室 原来是当天的晚上十一点 这讲是 我十点才到饭店 然后呢 十一点叫我 杀去好远的地方 搭计程车要搭一个小时的地方 然后呢 然后去解问题 好anyway就是我就从 那一天的十一点 一路解bug 解到隔天的 就是没有睡觉 然后解到隔天的 的 的 可能解到 解到后天 就是差不多三十个小时没睡觉 那其实那种问题 难就难那种地步上 那 所以这个 你说我最后改了解洋程式 很酷 大概只有 我忘记几行 可能十几行这种东西 但是很多是这种contention的 这种问题很难抓 因为它只有特定的情况下 会发生 那你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 因为多数的时候是 执行器数量 或是没有到这个值 或是Active的Thread 根本没有到这个数量 所以根本不发生 但是contention在这里 如果只有到这样的话 你可能不会察觉 但是contention到这个时候 已经不能运作了 就是 所以它上网会失败 这也是为什么它有百字25 因为它其实不是每一个手机 不好意思 讲出来 每一个装置都可以 每一个装置都曝露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例子呢 其实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 所以 这也是后来我在学校教书 就希望提倡这个例子 那当然 那我不能跟你讲实际的那个部分 因为毕竟还有一些道德问题 虽然那个保密合约已经过了 但是就是 但是我希望呢 这就是 能够把这种经验 就是排除经验的 排除问题的这种经验 那当然 你的本职训练 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 另外就是在这边来讲 会有录影 我就帮你做重点提示 那请你慢慢看 然后我们重点提示 我们通常在教课程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练习题 这边有一个练习题 好 注意到我们还有 我们刚刚有讲的水塘测验 水塘测验是水塘测验 所以时间到 请你自己 那个自己输入 那注意到 以陈大学来讲的话呢 我们打分数是从3月3号开始打 所以在3月3号之前的水塘测验 都是自己练习的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有一个 呃练习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练习题 练习题长这样 那这个练习题呢 就是考验 你对link list的认知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 我们有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什么 双向link list 而且是环状低 有没有看到 环状的 所以它是一个 circular doublelink list 那 这边呢 就干嘛 就写这个 方讯A 方讯B 方讯C 然后有display 有main 然后问你说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所以请你练习看看 它在做什么 方讯B是做什么 那 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点像逆向工程 就是说 我们今天给你一段程式嘛 逆向去反推 反推 反推什么 这个 原始作者到底要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空白 不是反白之后会有东西 它就是空白 无语问畅天 我真的不知道它会干嘛 没有啦 因为其他不是答案 那就是说呢 这个 就是让你做这样的练习 那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模拟 模拟大家在trace code 模拟大家在学习 一个大型的系统 所面临的事情 所以这以外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题 就是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程式码 一样推敲 给你程式码 推敲它的用途 那它有些假设条件 对 你没有看到这个 哇高屁啊 对不对 head 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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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什么鬼 那我跟你说 这东西在做什么呢 他做东西是什么 那请你呢 先练习看看 练习做打一次 那如果说你想要看答案 这边有讲解 好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讲解 按下去 这边就是有 有有那个跟你说 这这题啊 怎么怎么运作 就跟你讲说 他的那个 考量点啊 作用是什么啦 而且除了这一外呢 还有什么 还有说明 那请你不要一开始 就偷看答案了 就是请你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然后 顺便讲一下什么叫互动 没有看到 就是说这一开始是同学的作业 就是 他一开始是随堂测验 那虽然测验做完之后呢 我叫学人回去作答 那作答的时候就是作答原本的题目 那大家解释 他怎么运作 然后呢什么 这个我就会留言 说这东西的 这两个东西不同 然后什么什么 之处之类的 叫你去查这个西元的规格 那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这什么东西Vault 这怎么发生 然后跟课堂的观点 那 所以就说请你 就是我有这些 给你一些评语 那当然有时候我会讲一些 比较呛的话 例如说 你连什么什么都不会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赶快学 什么 这个什么 对不对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写作业 对不对 有时候会这种东西 就是这个 恨铁不成钢 有时候有同学看到这种就生气 就退选了 没关系 反正你还遇得到我 你在学校遇不到我 不想遇到我 你以后面试的时候 要遇到我 对不对 偶尔偶尔去帮一些科技公司面词 帮科技公司顾虑名单 所以就可能 在那个场合遇到 所以找你认识还是比较好 就是找你认识呢 还可以当朋友 太晚认识的时候 可能会在一些尴尬的状况下发生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在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题目来讲话 有一些什么延伸题目 然后让你做一些练习 就比方说 甚至有一些统计模型 好 好 那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当一个练习题 那都已经 我们就列出那个 解题过程 甚至还有包含说其他同学的共饼 好 然后呢第一周 第一周我们就有作业 我们一个良好的那个 良好的传统 第一堂课就可以作业 所以你看到 我们第一堂课有什么 我们第一堂课有随堂考 第一堂课就有好多可以 录影可以慢慢看的 因为 没有很久了 就再花个几十个小时慢慢看 那花一点时间练习 然后呢 第一次呢就有作业 注意到这个作业呢 真正的内容 会在2月18号的下午3点 会发布 所以 呃 请你到那个时间 再把这个 那个页面刷新一下 好 好 那个作业描述是这样 作业描述呢 就是 注意到我们的作业描述呢 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跟很多课程不太一样 那边是我们的作业描述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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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就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我希望说 呃 如果你退选 或是你作业没写完 还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所以我把 我想教的东西都写在这里面 好 所以就是呃 请你花一点时间 大概要需要 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一个 一个半小时 可以把作业的描述看懂 好 所以注意到你要花一个半小时 把描述看懂 好 看懂之后呢 再去看要求 请你不要先看要求 因为你看要求的话会看不懂 好 然后 而且没有看到这个WIP 我还在改 那当然我们在2月18号的下午3点的时候 就会有个新版 会改好 好 好 所以就是说 请你花一个半小时 把作业的说明 看懂 好 那作业说明看懂 你才要把要求是什么 然后再花一点时间 好 也许是几个小时或几天 好 把作业写完 好 那一样 成大同学注意到就是 我们3月3号才开始评分 然后这个作业很重要 因为这个作业后续还会用得到 所以强烈性一定要写 你就算现在不写 你3月的时候还是要写 还不如现在就开始写 好 那我们在这个作业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希望呢 去探讨大家去注意到西语言成设计议题 因为很多议题 你可能会忽略的 比方说 你可能不晓得 Signal Signal是西语言规格书的一部分 对不要怀疑 不是只有UNIS才有Signal 其实西语言规格书是有规范的 Signal 我知道你不信 可以放大 Defined in the standard library 所以注意到西语言规格书就有规范 Signal 但是呢 西语言规格书规范的Signal 跟PARTIS 就是作业系统的规格 他定义的Signal 数量是不同的 简单说西语言规格书定义的Signal 的数量是少很多的 但是在PARTIS的规格 PARTIS的相容作业系统 像是UNIS 像是Linus 像是3PSD PARTIS相容的作业系统 它的Signal的数量 是多很多的 像Linus 有几四个 但是Signal 就少多了 然后再来是 SayJump Don't Jump 你很容易忽略的东西 它也是什么 它还是西语言规格书的一部分 西语言规格书的一部分 西语的标准还是酷的一部分 所以对不起 学吧 所以就说 因为你很容易忽略的东西 所以你在干嘛 因为它不直觉 所以我就要求你 那一样 记忆体管理很多同学都知道 有Metal跟Free 但真的难的地方 不是Metal跟Free的呼叫 也不是这个名字 我们学一个语文 要的不是语法嘛 比方说 你学个法语 你不是说 Bonjour Salud 不是啊 你要学这边是什么 搞懂说 一些使用惯例 要知道阴性 阳性 然后知道说法语 它是什么 它是二十进位的 所以你要比方说七十 七十 七十就不是七 后面加十 不是 是三个二十 再加十 注十这种东西 这叫什么 这就是文化 所以我们就学这个 不是学语法 如果你从来只是学语法 那不需要人 那电脑就可以做了 对不对 任何电脑 都可以很容易拼凑一段空 而且想让它跑得动 或者说 电脑随时都可以把一个 已经可以执行的东西 复制一个部分 原封无动的执行 电脑都可以做 不用人的介入 所以我们人要介入呢 是要干嘛 一定有额外的事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就要学习 学习西葛路的开发工具 还记得刚才不是有一个 那个共笔吗 对不对 所以请你呢 把这个东西 里面呢 有内容呢 就看一看 所以其实没有想象的困难 就是我们这边 基本上都有解说嘛 然后有录影 那就把它的东西看看 但有些东西你可能会了吧 像假设 假设你今天会VIM 也许就可以跳过啦 那如果你对MAC5不是很熟的话 就描一下 就是有些说明啦 那或者说制图工具 那一样就是Glub Prop 那可以这样子怎么去画图啦 像这样 画出漂漂亮的图表 好 对 心理干嘛 花点时间看 所以最大 这个我刚才讲一个半小时 是这样来的 就是因为大家看之前的东西 这个连结里面的东西 还有很关键 然后就是说 但除了这以外 我们希望你可以掌握CPV Check Vagrin 一个是静态的 CPU Check 一个是Vagrin 是动态的程度分析 然后再来是希望 应当你去学习Git跟Github 然后呢再来是 在过程中 会接触到Linux Programming Interface 那这边讲的 更多的地方是系统胡椒 然后呢 我们这边作业呢 是以CMU Kanegi美农大学 那Kanegi美农大学 如果你有去过的话 或者你看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发现有趣的事情 Kanegi美农大学在哪里 在波士顿乡下 在宾州的乡下 那这个 这个局面跟我们成功大学很像 我们就在乡下 对 台北以外一般都是乡下 所以你看到 这个 美国Compute Science 最好的学校 竟然在乡下 所以我们成大呢 也是在乡下 希望也是 对各位的期许也是这样 我们的难度 跟CMU的强度是一样的 甚至率高一点 所以这个 这是我对各位的期许 我们基本上作业就从那边改过来 但是我们有一些强化 然后有一些调整 那所以这边来讲 就有一个 这是他们所谓的Lab Zero 就是第一个 暖身的作业 那这个叫做 CProgram Lab 顾名师就是来考验一下 同学们对CMU的认知 那最后这边有个课 这个叫 ICS 全名叫做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cience 那这门课呢 是开在大一大二 所以就是 大一学生跟大二的学生可以修的 所以 你可能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我对学生的期待很简单 我希望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 有CMU的 大二程度 就是我不管你大学不毕业 硕士班毕业 甚至博士班毕业 这门课你有完整的把他学过 那我就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否则我永远就把你当做高中生来看待 就比我差距离叫高中生 因为我是高中生 好 所以就是说 这边来讲 外来就来探讨这个 记忆体 然后那个 尺寸处理 然后还有特定操作的效能 然后还有一些稳固的程度 我们讲的是Robustness 就是说 我无效的参数进来 是不是可以去处理 那这边就讲一个Link List 注意到我们这边讲的Link List 是单项的 所以我们在第一份作业 我们给大家一份双向Link List 然后呢 在第二份作业 我们给大家一份双向 双向Link List 然后去探讨中间这些优劣 然后呢 在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操作 比方说 对Link List 去排序 对你没有听错 如果说 我没听过这东西 你也听过 当然要教你 对吧 你听过就不需要教了 所以你要去想 什么时候需要对Link List排序 好 刚才已经有给你提示了 对 什么提示 就是 像那个 我要去排出什么 CPU CPU 占有率最高的 等等 形成 那其实就需要排序 好 那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呢在作业系统是大量的存在 而且不只在排层 不只在工具层面 甚至包含说像打音系统 也会用到这个部分 那这个地方铺路的难度是很高的 因为 你不只要了解排序的演算法 你还了解这个资料结构 以及它存取的成本 你看如果你是用正列 所谓的array 用这个正列 正列来去保存的时候呢 你存取第一个 跟最后一个 还有中间 因为它是 就是在run上面嘛 run the access 所以你存取第一个 存取中间的 存取最后面的 你耗费时间是什么 是一样的 你可以当做 你可以当做这个 你可以假设这个式是一样 虽然实际上不见得会一样 因为有cash啊 这些影响 但是在link list 如果 尤其是单向 我存取第一个 跟存取最后一个 耗费时间会不会一样 不可能一样 所以 导致什么呢 你在处理link list的排序的时候呢 你要想的事情会多了 我要想办法怎么样 想办法找一个方式 因为我从头 如果每次都从头开始找 那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就第一个跟最尾巴 耗费时间无头 所以我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把一些特定的一个地址 把它保存下来 甚至我去扭曲一下 我改变我的那个 资料结构的形式 我有没有可能说 有些地方是看起来是连续的 有些地方它可以是run the access的 那有些地方是link list 就我还保有link list的优点 link list的优点 就是我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把不连续的气体拼凑起来 但是我还是保留 run the access的弹性跟效能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东西 有 而且这东西 在我们作业要求会讲 你说我还没看到 因为还没更新 好 所以就是说 这边就有去描述 所以其实你应该可以照着这个描述 可以看懂 那如果说 注意到 我们这边还有 针对ICS有特别要求 就要求你去干嘛 去排序 那这边来讲话呢 又干嘛 请参阅 请参阅干嘛 就是去看他 那那那那那那那 对 就看了 不是这样操了 你要看懂他 好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就是 他会就额外追加 比方说我们要求什么 因为我们这门课有个好处 因为开的比较晚 所以就可以相对ICS 相对CMV的课 再额外要求 那而且呢 这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原本作业有要求一个 像说里面不要说它是O1 长述时间 甚至我们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我们是引入一个工具 叫DU-DEC 那DU-DEC是一个 用统计模型 然后呢 里面有个东西叫什么 T-STUDENT T-STUDENT 你觉得好像有听过T-STUDENT T-STUDENT什么呢 对比较怀疑就是学 激励统计里面的 它的T分布 对比较怀疑就是这玩意 对 而且呢 这个作业里面就会用到什么 T-STUDENT 就是你可以复习这个 激励统计 你说那我没学过怎么办 不是有很多线上教材吗 学 你说哇这门课 好难喔 不是难啊 对不对 你本来就要懂啊 你看我们这门课开在什么时候 我们这门课开在大学三年级 那你开在大学三年级 你是不是要连大学三年级上学期的 你看我们现在是大学三年级下学期 你是不是要连大学三年级上学期 大学二年级 大学一年级 高中的知识要有 所以不是这门课难 是你过去 把关或是过去的学习有无障害 那是你的问题想办法克服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要求什么事情 要求大家写出一个好的commit 所以这边来讲 注意到这边有连结的话 请你都给他点进去的嘛 那当然 内容你可能就要花你时间看了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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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他有些规范 请你慢慢花时间看 所以他 一个半小时这样花的 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比方说他会跟你讲说 像SERT 这边来讲SERT 讲说哪些什么 哪些这个C的function呢 会有安全的疑虑 请你慢慢把它看完 好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我们在prepush 就是说你把程式提交到DHub上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检验 好所以我们就去新增 好 然后呢 一开始就是给你的Linked List的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看到说他 他其实就像一个什么 一个 你平常中端期的输入的命令 好所以他有一个Interpreter 好所以不要怀疑 这就叫一个Interpreter 好 然后呢 他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他内建评分程式 所以大概猜得出来 我们会问你什么 诶 这评分程式它的原理是什么 好 这底下会解释一下原理是什么 然后底下的上面就讲 就是开放环境设定 好所以这个作业呢 其实就是希望引导大家 把开放环境设定好 好 然后了解一些必要的工具 那这些工具的掌握呢 其实很重要 那这个 林肯说过一句话 如果呢 有8小时可以砍 砍一棵树 他会花6个小时 磨好斧头 也就是什么 公寓散骑士 必先利息器 好对 顺便提醒一下 如果呢你在2020年 2月18号的 下午3点之前 已经Folk过了 那请你怎样 重新Folk 或是把过去东西删掉 好 因为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2020年2月18号的下午3点之前 有可能会更新程式码 会更新一些作业要求 所以这主要是配合一些我们必要的一些考量 而且我们这门课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们会依据 那个学员学习的状况去调整 好 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些说明 原则上应该可以看这些教学可以慢慢看懂 那那这边就跟你讲说什么 TRACE EG 还顺便教你英语 对不对 你看这么多有趣啊 对不对 今天不要写这个EX 这个EX是你的前女友前老板 EX 那不是这个东西 你先写EG EG是什么 for example的缩写 好 那比方说呢 就底下可以讲什么 讲这个一些词啊 比方说 怎么会有Driver.py 对不对 什么东西啊 顺便教你英语 看多有趣吧 然后呢 再次呢会跟你讲说 有个东西啊 这是Sentizer Sentizer这个词呢 Sentizer词在英语上的意思就是那种消毒器啊 这种东西 这个消毒在消什么毒 就是找出什么 找出记忆体 配置啊 记忆体管理上 记忆体处理上的问题 而且是自动化的 所以我们这么有可能的 我们这个作业比ICS CMU ICS 好的地方是 我们把这些工具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注意到 这些工具 在学习Linux kernel的时候 都用得到 因为Linux kernel是一个超级大的集合 包山包海什么都有嘛 好 对 这边有连结 看到连结 就把它点进去 那你说 请搭配阅读 对不起 就按下去啦 就把它慢慢看 所以一个半小时一下就过去了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还要求你的城市开发风格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那么奇怪 要求一大堆 因为 Linux kernel就是这样要求人 再讲一次 Linux kernel的 开发是一个协作 所以协作呢 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共识 所以比方说呢 就会有一个 一定的一个coding style 所以你看后面就有要求说 我的coding style 那个写程式要怎么编辑 那有些同学我知道 就是说 你可能 你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编排 对不起 请你不要 请你放弃 你的 过去学习的方式 我们现在都会有一个规范 当然 每个专案会有不同的规范 比方说我这边要求 你用四个空白 那有些专案是用pip 反正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规范 所以这边要求是 你不熟悉的风格 但是请你去依循 因为我们作为工程师 我们在这门课要培养的不是hacker hacker不需要我教 hacker时间到就冒出来 真的不需要我 我顶多跟hacker合作 但是我们在这门课要培养的是什么 工程师 工程师是需要能够协作 工程师是能够沟通 所以就知道hacker跟工程师 hacker跟engineer 两个很大差别是什么 engineer有纪律 hacker不是没纪律 hacker是特定的时候他才有纪律 平常时候你不知道干嘛 但是engineer不是 平常就是有纪律 所以coling style就是基本的纪律 要知道方法 要知道哪些东西它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明天就说明 我们的coling style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说明那么长 就跟你讲说 哪个地方有空白 哪个地方要怎么写 所以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过去写程师 可能比较随性 但是你可以想象 google跟apple的工程师 随便写程师 他不管合作议题 不可能啊 严谨 而且google跟apple 都可以招募到世界各地 优秀的高手 现在重点不是说没有人 而是说如果让这些高手都可以合作 这个是这个是 我们在这门课呢 尤其在这个作业呢 是特别想做的 而且我们订的东西很多 注意到 这边的coling style要求 基本上 就是跟linus kernel要求是很相似的 不完全一样 我们有一些特别考量 比方说 我们是要求用空白资源 不是用type 那 这点就跟linus kernel不同 但是我们尽可能用 linus kernel的规格 来设计作业 然后再来是我们也会有自动程式码的检查 包含说排版 所以比方说你排版 你看 你排版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这边命令就要四个空白 一二三四 你应用变成八个空白 或是一个type 那我们就跟你讲什么 对不起你的说牌不一样 给我重改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工具帮你改好 那所以你看 不符合指定的规定 然后就这样 就不准你提交程式码的帅吧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你以为这样解说 没有 在写git.comi的时候 像这样 git.comi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comi.log 那comi.log的话 其实你看 就是我们可以从comi.log 注意到不是我想的 是这篇文章写的 可以从comi.log看出一个开发的 是不是好的合作对象 你看像这个人 这个人的话 基本上看起来还ok啦 虽然没有写得很清楚 但是至少看得出 好在改什么东西嘛 改什么 党名 改这个label 什么之类 好 那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我规范的 对不对 你说七个规则 我可不可以不损规则 不让你乱改 所以我们注意到 我是有自动什么 自动检查器的 帅吧 所以我们这个作业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是有自动检查的 你如果没有改好的话呢 你如果乱写的话 比方说这个 像这样 你说 i have fear to point to the tail 这个先不讲文法 对不对 先不讲语法 那这样的话 一开始就跟你讲什么 请你读了这篇文章 告诉你什么 第一个字呢 应该要大写 就是第一个字要大写 所以把它改好 好 那所以你看 我可以看到出我们 为了这个作业 其实整很多自动的工具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你开始看的 比方说这又跟你讲说 长述时间 那你又开始去想 我要怎么做出这种 长述时间的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还有Walgreens 去分析什么 分析记忆体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后面也会讲 这Walgreens 它能够做什么事 然后呢 对不对 你们看到这个 对 就把它点进去 也是一个说明 然后呢底下呢 我们尽可能做一些繁体中文 因为我们呢 很多材料是原文 那我们秉持着 让同学们更好进入状况 还有说延续我们的繁体中文 台湾的文化 所以我们尽可能 鼓励大家来撰写中文 繁体中文 台湾文化的文件 那这个也是 这是我之前教的学生 他也是花了蛮多时间去写 这方面文件你可以去参考 对 那累积文件是蛮重要的 因为 韩基雄刚刚前面讲话 如果你在学生阶段 就可以把作品 让以后的雇主 以后的同事看到 那你的谈判策法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看有些人 跟你同届的同学来讲 同届的同学来讲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是 同样去一家公司应征 如果人家早就认识你 你是 你进入的机会是不是刚很多 对不对 就是因为人家已经看过你的文章 甚至用过你的企业程式 对不对 人家只是忘记你叫什么名字 人家只是没注意到 你 跟 你的作品的观点 你在面试的时候提醒 原来就是某某某 那个机会高的都是 对不对 而且 而且你想看 就真的比你强很多人 是会来应征这份工作 可能不会 对不对 比方说联发科好了 联发科来讲 大部分工程师优秀 但是真正顶尖的人 不见得会到联发科 那但是呢 同样如果是到联发科 你跟你同学的差别 可能就是一开始差一点点 但是因为怎么 诶 主管原来用过你的东西 主管原来就读过你写文 原来这个东西就你做了 对不对 那个 空间就不同了 有些不能讲 他明白你懂 好 所以这边呢 所以为什么 大家在学生时代 就要去写共笔 写出来就要给别人看了 注意到共笔的设定很重要 共笔的设定呢 就要能够 让大家可以编辑 不要说只能有编辑不行 至少我还可以编辑 那其他同学还可以编辑 而且呢 我们之后有一个作业 干嘛 就是去编 不是 去编册同学 比方说指出编的共笔好了 那做的东西哪里不好 哪边可以改进 因为你一定要能够接受批评 这个很重要 不是雅量的吗 这个跟雅量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尤其像 尤其像尤其是科隆 它是一个开放发展 所以开放发展 要花很多心思 去互动 花很多心思想说 人跟人之间的观点 好 另外这边底下就跟你讲说 用这个工具 前面讲的原理 然后后面就真的去操作一次给你看 然后去分析说 这样的程式 比方说像这样 乍看这个程式 有什么问题 Malog 在这里 那哪里有没有福利 没有福利 没有福利 表示什么 也会导致什么 Memory link 所以注意到 在我们的作业也有要求 对不对 不要有Memory link 好 然后甚至有一些危险的操作 比方说 用的 使用的 已释放的机体 这个叫做什么 Use are free 有没有看到link 点击去慢慢看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底下又可以讲说 我这个做的事情 所以大概你可以理解 我们前面不是都讲过 希望各位同学 就算是退学 还是可以取到一点东西 因为光是把作业要求看完 应该就取到一点点东西 好 然后再搭配的可以阅读的是什么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线上讲座 这一样 这个也是有录影的 这个有录影 那请你慢慢看他的那个说明 然后这除了这一万的话 有什么低违顾教啦 之类的议题 那除了这一万呢 我们会大量介绍工具 比如说这边有这些Messive 那Messive 那Messive可以做什么事呢 它可以视觉化的去展现 注意到 视觉化在我们这本课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 Linensknoll也是这样 Linensknoll一开始 他可能就是只是出文字去发展 但是后来 这些视觉化 因为我们要看东西实在太多了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这本课 大量的工具 所以你看我光第一个作业 其实它不难 就是你大概 真正coding的时间可能就只有 几天 知道吗 应该不是一两个小时 就是大概 要几天才能够写完 但是 你 但是 就是你花写作业的时间 大概只有一两天 但是就是 但是在这之前 其实大量时间在干嘛 阅读资料 然后尝试一些工具 这其实是我们希望在这个 在这个Lab 带来的那 除了这以外的话 这个程式 这有趣 它是可以自动测试的程式 可以自动点分数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好 那这里你要去看一些说明 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 帮大家画起来 所以最大的 如果你说Link那么多 你来看优先看哪一个 很简单 我们来看黄色的 优先看黄色的 那时候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就是把基础打好 把每个东西都看完 你会发现 把每个连结都看完 把每件都想懂 绝对是快很多的 因为后面就不用花时间看 好 反过来说 如果你开始就跳着看 那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 最后呢就会怎样 什么都没需要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脑不来的 好 所以注意到 你问我说什么最快 就是把每个材料都看过 这是最快的 会越快越快 好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自动测试呢 底下就可以说明了 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自动测试 然后讲那个Memory 讲到这些什么 讲了一些必要的一些结构 好 我们就有些图表 然后呢 这个测试器怎么做啦 然后呢 还记得刚才不是有Signal吗 诶 这个Signal怎么运用啦 之类的 可以说明 你们看到卷轴还在卷 对 底下还有 对 然后注意到呢 找资料的时候 请你们找第一手资料 什么叫第一手资料 比方说Linux的Programming Menu 是第一手资料 比方说这边的Linux的Programming Interface 这里是第一手资料 原则这样 我们列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第一手资料 或是消化第一手资料的材料 比方说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这个讲座 它不算第一手资料 但是它消化的这个西元硅轨书 还有一些材料 我把它整起来 那所以呢 注意到你在共笔 描述的时候 请你怎样 尽可能列出第一手资料 好 好 那这一样呢 讲它的原理 然后 讲这个 如何去检测 非预期的机器操作 或程式超过时间 而且 不然说时间复杂度 这个东西怎么测量 对 这就是这样 然后再是这个自动测试的流程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很酷 你乍看起来觉得是图 对不对 它可以干嘛 你们看 这可以干嘛 可以复制贴上的 对 它可以复制起来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去研究好奇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画出来 这个图呢 是hackend有内建的功能 它可以透过一个文字的描述 然后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图 请散用这个功能 这是我们用共笔的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 把这个各位的思维 各位的这个资料整理起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 呃 你面试的时候 你去印证工作的时候 或是说 呃 你想要让别人认识你的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成果 你的成事的成果 你研究成事的成果 那你研究这些开放原始嘛 甚至贡献开放原始嘛 你应该是从这样让人认识的 而不是说 只是透过一张毕业证据认识你 因为那张纸就很轻嘛 就是 就是 不好用嘛 对不对 什么叫好用 好用的东西就是 我爸连战 哇 这个这个这个 把妹文第一名 就是你之前不是看到 那个什么 聊美文啊 其实最棒的聊美文就是 我爸连战 Deterministic 好 anyway 就是说 这个 相关的说明在这里 所以注意到 在作业要求之前 这个说明的心理花 一个半小时吧 应该一个半小时可以看完大部分 好 然后注意到这个作业要求呢 请你在2月18号的下午3点 好 然后再重新整理 好 那我们会去 我们的作业要求会比 现在你看到内容还多一点 好 那注意到这个缴交时间是 2020年的3月2号 好 请你在这时候缴交 好 那越早呢 在Github上有动态 好 那注意到你 你除了这个写程式以外呢 也要编辑共笔 去竞争你的说明 好 然后去看你的那些参考资料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观摩 那个 去年还有前年同学的这个 做的东西 好 好 所以呢 你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第一周的要求 先我们就希望大家对这个 基本的工具 有掌握 好 然后呢知道 知道说像软体确实的危害 好 然后呢知道说像这个编码 好 注意到这个这一篇呢 计算机编码呢 这个很关键 所以请一定要 要去学习 好 然后把这些环境设定好之后 你可以开始做实验 好 那从第二周以后呢 我们就花很多心思呢 在这个 西元的这个 橙设计啊 那最大的一开始我们还是 一开始几周 基本上前个月都还是只能 呃 强化大家的西元认知 好 因为 你的西元认知必须要 要够强 好的嘛 才有办法怎样 才有办法开始 研读Linus坑 否则只是浪费时间 只是在那边脑补啊 挤猪 好 那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个 这个 目前列出来的东西是这样 就是大概 大概前 基本上就前一个月一定是西元 我最近还是想要清真一些东西 比方说浮点数啦 比方说 呃 这个 编译器的地方我想要多讲一点 好 那总之呢 在第一个月 忙完西元之后呢 那我们之后呢 就可以来看吧 探讨计算机架构 那探计算机架构呢 其实要 就是了解这个处理器啦 了解这些 知道怎么去观察 然后尤其是动态追踪啦 好 那在之后呢 才能够 回到 本的那个 科挪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啊 像process啊 thread啊 这种 然后最大观众语也会 强调数学 其实第一种的作业就会看到数学 好 他就刚刚讲那个t student 这个t student test 然后呢 在后面来讲的话 数学呢 就会讲到一些议题啊 比方说这种Broomfield 那这个东西就是用到 用到那个 呃 他会有个基础模型 然后 呃 FFT 电信系的同学可能知道 这叫什么 快速复列转换 那酷的地方是什么 无线网路卡的装置里面用到FFT 帅吧 所以 你可能有的写 写那个 装置去用程式啊 所谓的device driver 只是什么 什么 因为 你看那个take job stop job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 你懂吧 就是take job跟stop job 那些 那些人讨论 我觉得OK 但是他们讨论是 比较特别的群啊 基本上过得好的人 可能可能不会在上面毁啊 那就是 所以你不能把take job跟stop job 当做什么 当做工程师的全貌 不行 因为工程师很多元 那所以呢 其实你要去想就是什么 就是说 很多时候take job跟stop job 很多时候是 工程师吐苦水的嘛 你懂吗 那 工程师其实面向是很寡的啊 SpaceX 开发出那些什么 火箭的 控制引擎 控制系统 那是不是工程师 废话当做工程师啊 而且他里面也用到Linux 那他们用Linux 怎么用 他们用Linux要注意到什么事 问他 问他 那他们 如果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是透过他们的活动 透过他们什么活动呢 open source活动 透过他们在一些 专业的演讲 专业的 专业的一些 动态 就是他会发表什么东西出来的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学习的方式 而且这个学习的门槛 学习的 取得了这个 这些教材 这些材料 取得成本越来越低了 对吧 你基本上就打开 打开Google 打开YouTube的社区 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你打开Facebook 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相关的一些讨论 对吧 那所以呢 其实你我呢 都生活在一个很 很有趣的 就是资讯量大爆炸的时代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有一个什么 基础知识 我们要有一个方式 我能够筛选 我不能只是看 靠一个什么 靠旁人帮你找 或者靠Google帮你学 帮你搜寻 不行 因为Google学的东西 其实说真的 你如果认真看 Google找的资料都很偏颇 就是 比方说你发现说一个城市变异 变不不了 那发现 其他的也变不了 然后反正大家在那边取暖 因为Google的目的 存在目的不是来干嘛 不是来让你找解答的 不是 Google的目的其实是跟你说 找出一些关联 就像是引导你干嘛 去点广告 引导你去看广告 对不对 毕竟它是一个商业服务 所以让你找知道是顺便的 如果你找得到 那是你捡到 但是更多说是什么 你有一定的基础 你才有办法怎么样 你才有办法去运用这些东西 那对不对 所以之后呢 我们还会再去探讨一下 记忆体 那记忆体的话 另外我们会多讲一点 因为其实在Linux的记忆体 是蛮关键的 然后当然过程中 还会强化一些像一些基础认知 然后再来是 我们在今年的课程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会花更多心思在 这个同步机制 那我们同步机制的话 预计会从这个 很基本的 user level 的 thread 开始做 然后就开始延伸到 kernel 然后不然说像 rcu 这些议题 那这些都还蛮复杂 spinlock 那反正我们又开始做一些实验 那我们今年 还会花一点力气去做 去脱虚拟化 所以你可以 更大胆的做一些实验 更一些特别的 那除了这之外的话 我希望去强化 强化TCPIP 那我们也会尽肯去整一些 开放材料 所以注意到呢 如果你到了教室 所以你要注意到 你刚才这些学习 基本上都可以在家里学 那教室在干嘛 我们在教室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呢 把你的作业拿出来 编你 不是 驱策 驱策你干嘛 去在课堂讨论 所以我们希望课堂 多数的时间来干嘛 来跟他讨论 去看他做的哪里不好 所以再次提醒 我们欢迎你选修 欢迎你旁听 但是呢 请你一定要写作业 如果你没有写作业 到了课堂 是很无聊的 你只看别人在讨论嘛 你也不知道他在讨论什么鬼 对吧 你没有把这些材料看过一次 你其实这蛮奇怪的 好 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明到这边 希望大家学习顺利 好 谢谢大家